向小满要转学追男神的消息,瞬间在向市武馆炸开了锅,为了挽留小满,武馆里的人抱住他的大腿,给了许多理由,但小满觉得有些小题大做,这不仅仅是转学的问题,这是涉及到一整个区域势力交锋的问题,小弟们身边道,万一受欺负怎么办? 但他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向小满一手一个,把缠在他身上的人全都扔飞了,就在这时,他的师兄默默地从旁边走出来,做了最后的挽留,但就算是他,小满依然非转不可 师兄叹了口气,妥协了,与小弟们不同,向小满的姐姐们非常支持他,既然决定了,那就好好干吧 二姐对他说道,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保持淑女,终于,向小满得以如愿以偿,转入南区明辉高中,这一切,都是为了再次与他相见 向小满的自我介绍,只有他的大名,向小满,却受到了女生的一致欢迎 但向小满所在意的,仅仅只是,他找的那个人,不在这里 下课后,女生们都向他来搭话,说话风格柔软可爱 他不禁想到,自己也要成为这样的女生 但是无论如何,都得先找到目标 向小满走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问了每一个向他搭话的人,但都只有否定的回答 终于,他走到了二年A班前,班级门口人山人海,应援的女生赶都赶不走 小小满想确认一下,这里有没有他的男神,所以挤到了最前面 没想到,领头的女生一个没站稳,从台子上摔了下来,刚好被小满接住 同学你没事吧? 向小满关心地问,女生脸红地摇头 女生立马向向小满道了线,他好帅 女生在心里想,你是转学生吗? 他朝向小满打听道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女生露出了欣赏的表情 他一看就熟悉学校里所有帅气的学生 向小满顺口询问女生 你能帮我找一个人吗? 女生一口答应,向小满便给他看了画像 画像就是他找不到那个人的原因 他的画迹太抽象了 就算小满所救的这名女生 其实就是他想找的那个人的应援团团长 看到这幅画像都愣是没认出来 放学后,一无所获的向小满非常沮丧 就在这时,他撞见了一起校园欺凌 他想起他与姐姐们的约定 但校园欺凌的人越来越过分 向小满看不下去了 没有时间再犹豫,他无法对这种事做事不管 他飞向校园欺凌的现场 耳霸抓着被欺负的男生说 是时候给你们学生会一点颜色看看了 但这时,一个声音出现了 有人比向小满先赶到了这里 聚众斗欧,可是要记过处分的哦 他轻飘飘地说 向小满所寻找的人出现在他奔跑的终点 男神一个个抖出了小混混们的底 以记过退学等威胁他们停手 但小混混全然不吃这套 眼看就要上手,这时向小满出现了 人生的有些瞬间很短 但向小满与他对视的瞬间很长 这个背影,这张脸,就是他在苦苦寻找的人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那个被他膝盖击飞的小混混 彭的一声,撞到了树上 这声巨响带向小满回到了现实 完蛋了 向小满的内心充满了绝望 小混混苏醒过来 想要再次反击,找回场子 等等,别过来 向小满紧张地说 然而小混混就是不听劝 这不,被向小满一个过肩衰 就撂地上了 剩下两个小混混不信邪 一起冲上去 向小满再次阻止畏果 只听见混混们的阵阵哀嚎声 当一切结束的时候 向小满比在地上的混混们 更像混混 完蛋了 向小满忐忑地想 之前精心计划好的一切 与姐姐们保持淑女形象的约定 都泡汤了 然而当他们对视时 他们谁都没有一开视线 他的手搭上了向小满的肩 一句话将向小满拉立了心碎的氛围 直接走向心碎 兄弟 刚才真是谢谢你 男神特别真诚地说 画面静止了 他只以为不淑女的行为 无法得到他的喜欢 没想到这行为 会让自己得到一张 兄弟卡 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学生们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来 纪律委员肯定了他的行为 虽然打架是不对的 但建议勇为是可取的 这位男同学应予以表扬 男神的姻缘团闻声赶来 被向小满救下的那位女生认出了他 说道 这不是刚才那位男同学吗 向小满在一片混乱中 发出了疑惑的喘息 但他的男神 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男神笑容灿烂地安排工作 给这位男同学校报公开表彰 他说 回过头对向小满表达感谢 刚才真是多亏你了 被三座名为这位男同学的大山 压死的向小满脑袋一片空白 唯一知道的就是淑女二字 无论是淑还是女 都已成为风中的碎片 就连他的班主任 也以为他的性别陆陆错误 将他的性别由女 改为 男性 向小满万万没想到 这个误会 影响了他今后的人生 向小满一回家 就收到了武馆的热烈欢迎 姐姐们热情地关心他的进展 从见面到告白到交往 他们问得越来越夸张 这唤醒了小满不好的回忆 我被发了一张兄弟卡 向小满留下了两行青泪 姐姐们也没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被发了兄弟卡 还被他撞见自己暴力的一面的 向小满非常沮丧 但姐姐用新校服鼓励了他 正做点多大点事 你怎么会被这些打败呢 明辉中学的校服 可是出了名的可爱 只要穿上了新校服 打扮一下自己 你绝对能把男神拿下 向小满因此重视了信心 但他拆开校服一看 居然是男装 这对小满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第二天早上 明辉中学的校霸 正因南区一霸来 拜访他的消息而窃喜 只要南区一霸拜访他 明辉中学的校霸 磊哥 在学校的地位就奠定了 学生会也不敢那么嚣张了 他们正说着 南区一霸 孟毅 人称孟少 已经到了 他的出场非常花花公子 把保安都给整无语了 人的一生 可以错过很多事 却不能做过最重要的人 明明只是两个地头蛇的见面 却说得这么浪漫 但第二个乌龙出现了 明辉中学的校霸磊哥 被挡在人群外 孟少直接向来上学的 向小满打了招呼 这个招呼 向小满和明辉校霸磊哥 都没料到 为什么这家伙会在这里 向小满惊恐地想到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 向小满的男神 斐然这里 南区的地头蛇 专程来找那位转学生 他从学生会的工作里 抬起了头 磊哥气地抓紧了小满的领子 说好的拜访明辉高中的校霸呢 小满只能无力地解释 消息没错啊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磊哥喊道 那小子是谁啊 但当事人没有理会 他愤怒的询问 孟少握住了向小满的手 打起招呼来 他们俩对视着 进入了意念交流的频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向小满问道 原来孟少对他如此关心和殷勤 是想跟他套近乎 打听小满二姐的消息 您这样的大人物 来在下的地盘 真是荣幸 有什么需要 尽管找我开口 孟少一个地头蛇 居然对一个转学生点头哈腰 学生们纷纷猜测到 那位转学生到底是什么来头 接着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转学生 向小满成为了明辉高中新任的校霸 这个结论 让磊哥和向小满都非常不满 但孟少很满意 还指望向小满帮他追小满二姐呢 当然是被小满一口拒绝 还我淑女形象 小满含泪控诉 向小满在撵孟少离开学校之时 学生会的人出现了 属于斐然的欢呼声 已经预示着他的到来 为什么总在错误的时机遇上他 向小满崩溃地想到 孟少看不过 迎上斐然 两人进行了一番言语上的交锋 虽然两人都面带微笑 但气氛尤其诡异 最终孟少先行告退 我过段时间再来看你 他对小满说 当然遭到了小满的拒绝 事情结束后 斐然温柔地提醒他 下次遇到类似情况 可以请风纪委员来处理 并夸奖了他穿新校服的样子 显得人更帅气精神了 这显然不是小满想听到的称赞 正当小满想要解开这个性别误会时 斐然就因工作被叫走了 他朝小满开朗递到了别 只留一下有苦说不出的向小满 在心中呐喊 我其实是女生 与此同时 明辉高中的校霸 正因小满抢了他的位置而生气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 这个愁他记下了 另一边 学生会的人也在讨论 向小满成为新校霸的事 但斐然觉得 向小满不会成为一个麻烦 帮我从档案室 取分着学生的复制一份档案 礼堂里 拥有许多title的斐然 正在台上演讲 向小满从别人的嘴里知道了 斐然是个全项学霸 优秀得不得了 想到自己是个连性别误会都还没解开的粗鲁笑霸 不禁有些自卑 向小满喜欢的斐然 包揽了各项第一 非常优秀 在看他自己 只是个连性别误会都没解开的粗鲁笑霸 他消极地想 斐然就应该适合和那种长发飘飘 文静优雅 一看就知道 是个文静淑女的女神级别的人在一起 看到台上的人 如此郎才女貌 他开始了自虐的脑补 在童话城堡里 公主哭泣着跑向王子 而斐然王子搂住他的腰 虔诚地说 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 而向小满自己 只能在旁边看着他们恩爱 我怎么办 向小满问斐然 然而斐然说 兄弟你这么强 肯定能保护好自己 而且我们说好 要做彼此一辈子的兄弟啊 想到这里 向小满感觉 整个世界都灰烂了 在二年C班的拐角 磊哥蹲到了下课的向小满 他自信地 走到向小满旁边 但被向小满无视了 他怎么能无视我 磊哥难以置信 喂 你没听到我在和你说话吗 他大喊道 忍不住上手去抓 却被向小满一个灵巧的后空翻躲过 依然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向小满 宛如行尸走肉 磊哥怎么能受得了这气 他撸起袖子 就准备给向小满一拳 然而 被向小满一个条件反射的过肩衰 撞到了墙上 从自己世界里醒过来的向小满 感觉到了有些不对 同学你怎么了 他看到有一位同学倒立着躺在自己面前 他好心地讲他脱去了医务室 留下了磊哥的小弟们 在原地不知所措 小满带着昏迷的磊哥来到了医务室 霍朝来 你怎么在这 小满惊讶地问 你应该喊我什么 霍朝来悠悠地问 大 大姐夫 向小满的气势 一下弱了下来 安置磊哥的时候 他们闲聊了两句 就算大姐夫喝热水时用的是小兔子茶杯 但依然不影响他发现小满身上的疑点 你为什么穿的是男装校服 借着植物之变 他发现了原因 原来是小满的电子档案上标了男性 所以 他才会领到男装校服 这下误会坐实了 向小满的心情更加低落 但姐夫给他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让他不如将错就错 因为对他有意思的女生 是不可能接近斐然的 所以 向小满以男生的身份接近他 反而好办很多 欲做亲人 先做兄弟 向小满思考了很久 居然接受了这个想法 学生会里正在讨论 最近愈演愈烈的不良猖狂现象 当务之急 必须赶紧想对策 正在大家烦恼之时 斐然提出了一个提议 开设全新的部门 专门对抗校内不良分子 至于成员 斐然从窗户外面看着 重拾希望 蹦蹦跳跳回家的向小满 他已经有了人选 而向小满也已立下决心 要以男生的身份接近斐然 第二天 向小满开始思考 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对于扮男生 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小学时 同龄的小孩完全打不过他 知道他是女生后 非常震惊 初中时 每当要帮忙拿重物 同班的女生 总会忘记 小满也是女生 高一转学前 甚至还有女生 把他当成男生 告白了 就算他说自己是女生 来告白的女生 也完全不介意 虽然向小满 自己很介意 向小满是一个拥有多年女伴男生经验的人 虽然这一点也不值得夸耀 他刚觉得这对他也许没有什么 就遇到了第一个挑战 上厕所 他在男女厕所面前沉默了许久 迟迟不能迈进任何一间 正当他犹豫纠结之急 那个最不该出现的人又出现了 向小满已经快对自己的运气绝望了 太好了 斐然说我正有事找你呢 这里说话不方便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 正当向小满以为自己的春天来了 斐然体贴地说 不过你是来上厕所的吧 你先去吧 我在厕所门口等你 这一句话将小满逼上了绝路 事已至此 不得不进去了 三分钟后 向小满捂着脸从男厕所里出来了 终于向小满来到了学生会 推开那扇门 学生会的众人出现在他眼前 欢迎来到明辉高中学生会 他们说 向小满 很高兴见到你 你很有名 这就是向小满和学生会的出狱 当向小满以为自己的春天来临时 学生会的大家去告诉他 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你是加入我们安全督察部的最佳人选 他们如此宣布 而向小满很疑惑 斐然解释道 因为近期校内不良少年闹事频发 身为学生代表 不能坐视不管 但他们人数又不足 所以决定成立新部门 并对小满发出邀请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了吧 不管是的学生会会长在一旁补充 会长你最没资格说这种话了 旁边的同学吐槽道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呢 我很期待和你一起共事 向小满同学 斐然逆着光说 显得非常神圣 在向小满眼里 他们已经来到了婚礼的殿堂 这就好像在说小马无论将来是富贵 还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 你都愿意和他永远在一起吗 向小满的回答当然是 愿意 很好 欢迎加入学生会 学生会的众人鼓起了掌 事情显然和向小满心里想的有些不一样 虽然如此 但他还沉浸在如此顺利的接近斐然的幸福中 在校园里 斐然正在给小满解释他的职责 你的任务就是每天抽时间进行校内巡逻 校园的角落是重点区域 看见有非法斗殴或校园欺凌 就上前阻止 虽然来到斐然身边很开心 但这项工作的内容 向小满总有一种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的感觉 正说着 他们就碰到了一起斗殴现场 小混混们非常不服学生会 张口就开始用暴力威胁他们 然而 他们注意到了 在斐然身后的向小满 在微笑着的斐然身后 向小满阴沉地瞪着他们 他们撒腿就跑 干得好 你的工作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 全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的 斐然阳光的鼓励道 总感觉有哪里不对 向小满在心里小声地吐槽 就在这时 灌木丛那边传来了一阵骚动声 这熟悉的声音 向小满拨开灌木丛 他看到了 灌木丛后 一伙熟悉的人又在欺负同学 又让我堵着你了 看来你运气也不咋低啊 为首的绿发男生 嚣张地说 你的运气也不怎么样 见状像小满一个飞梯 踹在了绿发男生的溪窝 逼着他直接下跪 手里的刀也飞了出去 刚好被跟在后面的斐然 稳稳接到 怎么又是你们俩啊 绿发男生崩溃地喊道 而另一边显然没把他的叫嚷当回事 可别打残人家了 斐然提醒小满 非常具有嘲讽性 可恶 不就是打不过你们吗 嘚瑟傻啊 我们撤就是了 我们撤 绿发男生不甘心地大喊 飞快地跑走了 他们开始关心 那位戴眼镜 总是被那火人欺负的同学 斐然好心地叮嘱他 尽量不要单独行动 然而 这位同学偏偏就是习惯一个人行动的类型 看到这一幕 向小满坚定了自己遏制校园霸凌的决心 斐然回过头 抓住小满的手腕 对他表达了赞许之心 第一次见你就觉得 你是个特别有正义感的兄弟 我果然没有看错 这显然不是小满想要的 但紧接着 斐然又把手搭上了他的肩膀 对他天使般地笑了起来 让我们一起建设和谐的校园环境吧 然而 在小满脑中 斐然就像在说 让我们一起共建艾巢吧 他慌慌张张地答应了 躲在角落的后援团 目睹了这一幕 他们讨论其 两人近期的发展来 校霸与学霸 不错 我们家斐斐身边的朋友 自然也是不一般 那位被小满救下的后援团团长 认可了他们 团员们 斐斐的友谊 我们也要好好守护 有一些女生 也默默刻上他们的CP 一周后 学生会统计了 推行安全督察部以后的校园数据 以前的糟糕数据 有明显的改善 赔偿款也已全部追回 账面上的窟窿 总算是填上了 这都多亏了转学生的功劳 但学生会长却担心起来 他在电话里说 这个学期的试用期 要是平安度过 就最好不过了 另一边 小混混们 早已向小满积愿已久 磊哥提议 联合全明辉高中的所有兄弟 对付向小满 战斗的序曲拉开了 说时时那时快 正当向小满和斐然 走在去食堂的路上时 他们被小混混包围了 小混混们人多势众 且都拿着武器 找个安全的地方等我 向小满对斐然说 你坚持住 斐然回答他 我马上给你带帮手 当斐然离开时 向小满就再不收敛 冲单枪匹马 冲向了混混们 等学生会的人赶到时 场面已经一片狼藉 只有向小满 还屹立在操场上 我们还真是顽固啊 他冷冷地 对那些混混们说道 我们一招不成 开始撒泼打滚 道德绑架起来 这是一招声东击西 磊哥举着棍子 从向小满的后面出现 被向小满一拳打飞 磊 磊哥 旁边的小混混们 震惊地喊道 偷袭战术失败了 小混混们从地上爬起来 说实话 向小满 你为什么要加入学生会 尽管心里想的是追斐然 但向小满说出口的 却是为了共建和谐校园 斐然微笑地注视着向小满 你是梦少罩着的人 看你的身手 也不能猜到你是一方老大 那你却和学生会 勾结在一起的 对付我们 小混混们一起抗议道 就这么轻易地当上校吧 太不公平了 没等向小满回答 斐然就以保护的姿态 搭上向小满的肩膀 给别人添麻烦 别人就会不喜欢你 就算是混混 也不希望自己被讨厌吧 学生会中的一名女生说道 力量应该用在 更让人喜欢的地方 不要让喜欢你的人 对你失望 斐然淡淡地说 向小满注视着 斐然的侧脸 露出笑容 这就是 她喜欢她的原因 所以我加入学生会 向小满大声说 是为了爱 爱这个对小混混们 来说遥远的字眼 突然笼罩在他们的头上 这又是我追不到 喜欢的人的原因吗 小混混们 哭着被感动了 被打飞到一边的 磊哥看着这一幕 非常不解 看来武力行不通 得换下一个对策 她想到 某天下午 她借着戏剧部的红色披风 冲到向小满面前 以利益诱惑她 某天放学 为了找到向小满的弱点 她一路跟到了向小满家附近 当她抱怨向小满 为什么要跨区转学的时候 她听见了向小满的惨叫声 无管理 小满的大姐 正在与她男朋友 校医获招来 通电话 对了 小满最近在学校里 过得还好吗 大姐关心道 看她最近心情还不错 她的淑女之路 应该走得挺顺吧 朝来回想起了 她给小满说的 欲做情人 先做兄弟的发言 至少在学校里很受欢迎 男女都喜欢她 她只好这样说 门外传来了向小满的惨叫声 原来是隔壁家的小狗 她非常喜欢向小满 每次向小满回来都黏着她 但向小满非常怕狗 这是她唯一的弱点 这一切都被藏在栏杆后面的 磊哥看到了 她阴险地笑道 总算被我抓到你的把柄了 你死定了 一年一度的校运会要开始了 去年他们班惨败必班 但今年由于向小满的加入 他们将会崛起 这段时间 她收到了许多运动社团的邀请 可惜 她已加入了学生会 被全班热烈的氛围所感染 向小满的班级荣誉感涌了上来 能报的项目 我全报了 一下把班级的气氛推向了新的高潮 B班也在讨论运动会的事 C班的向小满是他们的最大威胁 然而磊哥风轻云淡地说 大家不必担心 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他了 至于A班 A班班长在宣布运动会的消息时 底下的人仍在粪笔疾书 向小满还沉浸在 可以看到斐然运动会精彩表现的喜悦之中 这时 磊哥靠着墙出现了 呵呵 你就尽管地嘚瑟吧 你也就能嘚瑟这么几天了 向小满一脸不见 哦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而磊哥靠墙边 发出反叛的低笑 校运会走着瞧吧 今年校运会和试篮球赛的比赛 日子正好错开 意味着 斐然今年可以参加运动会了 A班下课后 正激烈地讨论的这件事 哎呀 好怕向小满打残了我们的斐然呀 有同学担心道 小满可比你们想象的 要善良可爱多了 斐然不经意地说 你可别放水啊 同学说 呵呵 斐然笑了 当然不会 运动会在一个晴天开始了 各班代表都站在前面 主持人大声地宣布 明辉高中校运会正式开始 100米 立定跳远 跳高 最受瞩目的转校生 连连打破校内最高纪录 小满刚比完赛 就注意到斐然紧随其后 打破了他创造的跳高纪录 这可怕的竞争力 真是史无前例 斐然跳完后 朝小满温暖一笑 小满 我们都晋级了 期待在决赛场上 再和你一较高下 小满想到他入学以后的种种 能得到他的赏识 如此轻易地接近他 就像做梦一样 小满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C班同学正在热烈讨论着 此次运动会的情况 没想到 A班出现了以前 从没参加运动会的斐然 班长不甘地说道 旁边的同学安慰他 至少我们比两班强 其他项目 我们还有机会 只要小满还在 这时他们回头 发现小满不见了 此时的小满 正从南厕所里 悄悄地探出头 准备离开 但不巧 有人来了 吓得小满一下缩了回去 是A班的同学 他们正在讨论 斐然在运动会上的精彩表现 听班长说 斐然这次翻着报名录说 向小满报什么 他就报什么 他还说期待和向小满 听到这里 向小满的心中 好像看冒出了许多小天使 他参加了所有我参加的项目 向小满飘飘然地想到 他这么做 是因为在意我吗 他满脸幸福 同手同脚地朝休息室走去 斐然期待和我同场禁忌 正想着 就透过休息室的门缝 他就看到了在里边的斐然 斐 斐然 他紧张地说到 斐然听到声音 啪的一声 把手中的侧子合上 放到柜子里 是小满啊 他回过头来 有什么事吗 小满愣愣地 一股脑就把心里想的是说出去了 斐然 听说你报的所有项目 都是我参加的 但斐然的反应却很冷漠 你果然很厉害 他说 成绩一直紧咬着我 小满紧张地向斐然询问他 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关系越来越好 因为关心他 还是因为 小满脸红了 他想到 那个他一直期待地回答 因为喜欢他 因为 斐然开口了 小满紧张地等待着 然而斐然所说的 却是非常冷酷的话 我不会让你再得第一咯 这一切都超出了小满的意料 斐然 班尾找你 学生会的同学进来 打破了休息室阴沉的氛围 我正好准备过去 斐然说 拍了拍小满的肩膀 贴近他的耳朵 轻声说 我会一直看着你呢 没等小满回答 他自顾自地告别了 赛场见吧 小满 小满伸出的手停在半空 门口的两人 正是他之前幻想中的 狼才女帽的配对 找了你好久 结果你在小满这 你们的关系 真是越来越好吧 来找斐然的女同学 打句地说 是吗 斐然没什么表情 但却也不知可否 运动会还在火热地进行着 小满看着底下的斐然 低沉地反省自己 想着想着 他就想偏了 难道斐然被其他灵魂给浑穿了 同学们看到小满这副灵魂出窍的样子 都非常担心 你可是我们的杀手锏啊 尽管同学们如此说 小满的眼中 还是只有远处的斐然 微笑的侧脸 他喝水的样子 小满赶紧制止住住自己 别想了 他对自己说 免得更纠结 最起码 他期待与他较量 我会把比分追回的 他重拾了状态 在一边 看台上的大姐发觉小满不太对劲 小满全程非常专注比赛 心无旁贷 说好的淑女路线呢 大姐疑惑地问他男朋友 朝来只好扯开话题 你不觉得 小满的决定太轻率了吗 比起一见钟情 更像是单纯的憧憬 这种虚幻的憧憬 往往很容易破碎 然而大姐戳了下朝来的脸 然而 这是小满所希望的 而且 大姐回头看向他的男友 这是他第一次 纯粹为自己做出的决定 一百米的决赛开跑 小满从斐然后面一路追了上来 只要是他的决定 姐姐注视着这一切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也不会放弃 赛场上 凭着一个信念 小满超过了斐然 那一瞬间 斐然好像听到了风的声音 等我赢了比赛 再找你问个清楚 小满非一般地跑向终点线 这个背影 唤起了斐然的回忆 小时候 他就是这样输给了小满 怎么能重蹈覆辙 他不甘地想到 但就在这时 他发现 小满尖叫着冲他跑来 一下 撞入了他的怀抱 死死巴住不放了 救命啊 终点有 小满颤抖着说道 有 斐然问道 有狗 小满鼓起勇气 把自己从斐然的肩膀上拔出来 斐然没反应过来 终点 磊哥放着狗 在那大笑 赛场一片混乱 比赛出现大逆转 一年弊班的选手获得了冠军 而小满扒在斐然身上 在一群狗狗的簇拥下 他们走向了终点 事情结束后 学生会花了很大力气 才把狗狗找回来 但当他们想寻找肇事人 磊哥时 却发现 已经找不到他了 因为 此时磊哥已经被抓到了孟少跟前 孟哥 就是他 天天跟踪小满 特别不要脸 孟少手里拿着磊哥的小本子 证据确凿 他狠狠教训了磊哥 转头 他就去跟小满二姐邀功去了 当他给小满二姐打电话时 却被二姐冷漠地挂断了 没事 骚扰电话 二姐说 倒是小满 小满的气场完全变成粉红色的了 而且 食量是平时的食倍 虽然出了点意外 但他和斐然亲密接触后 他发现 斐然的身材好好 触感也好棒 吃完饭 他飞快地跑上床 想象着斐然的生活 另一边 斐然坐在床上 接到了会长的电话 听说 今天有人投送怀抱 会长调侃道 我挂了 斐然十分果决 然而会长是来关心他的 听说你今天比完赛直接回家 连奖状也没拿 会长笑道 你不会是因为输了比赛 回家哭鼻子了吧 斐然也笑了 少调侃我 你明知道不是这样的 他打开他的笔记本 里面贴着像小满小时候领奖的照片 像小满 是不一样的 他微笑着说 运动会圆满地结束了 B班由于多次犯规 跌入了二年级第三名 C班稳扎稳打 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 而A班 大比分强势回归 得到了冠军 小满朝A班望去 斐然已经提前走了 C班的同学们 簇拥到小满周围庆祝 他们把他抛起来 欢呼到 小满万岁 被抛上天的小满表情空白 眼睛还看着那些谈论斐然的同学们 斐然的个人奖状 我们星期六不上课 要不给学生会帮忙转交 一位男同学 说向小满听到这个 踩着班长的手 就把自己发射到这位同学面前 请 请把斐然交给我吧 小满单膝着地 说错 是斐然的奖状 向市武馆大师兄 江淮海 正在武馆里训练师弟 他最近格外严厉 这时 小满从楼上走下来 小满姐 周末也要去学校吗 师妹们问道 学生会有事 小满说 师妹们顿时闹了起来 都是学生会 近占用我们家小满姐的时间 被他们的江师兄一个敲击 制止了 小满 便当 江师兄说 武馆就拜托你了 小满跟师兄说拜拜 师妹们聚在一起说师兄的闲话 高冷江师兄 对上面瘫小满姐 真替他着急 显然 江师兄在旁边也听见了 老规矩 在我回来前 如果你们还没学会这个动作 后果自负 无视了师妹们的哀嚎 他无情地说道 学生会会议室里 大家一致通过了小满被正式录用的决议 以后请多多指教 匪然微笑着跟小满握手 之前那个说话不留情愿的匪然 好像只是他的错觉 捏紧了装着匪然奖状的背包 小满不断给自己打气 已经散会了 匪然提醒他 小满回过神 把奖状从包里拿出来 A班班长 让我把运动会的奖状转交给你 小满非常紧张 匪然拿了好多单向冠军 真厉害 听到夸奖 虽然的表情有一瞬间的阴沉 还是下一秒 他又展露出了大狗狗般的笑容 谢谢你 小满 难得周六 好好休息吧 他拍拍小满的肩 小满一下融化了 比赛后 虽然又变得温柔了 真好 他突然发现 他漏给了一掌 希望他没有走太远 小满想到 匪然在街上走着 像拿传单一样 拿着他的奖状 表情淡漠 路过一个垃圾桶 他把奖状们团成一个团 随手就扔了进去 这些不属于我的东西 虽然把他的奖状 扔进垃圾桶 想到年幼时 一些不好的回忆 少爷 管家招呼道 匪然落寞地站在自家来接的车前 今天晚上 李沈做的全是你爱吃的 我们快回去吧 管家安慰他 匪然勉强露出了笑容 然而下一秒又低沉下去 是啊 事已至此 他想到 在拉开车门 准备离开时 他听见了小满呼喊他的声音 奖状 还露了一张在我这 小满抬起头 迎着阳光说 好像照亮了他整个世界 是啊 事已至此 就不要再被影响了 匪然想到 他们愉快递到了别 在匪然离开后 向小满捡起了 匪然扔在垃圾桶里的奖状 期中测试成绩下来了 小满的成绩 在学生会里 显得非常独特 第二十八条明文规定 成绩是学生会成员的重要考核项目 一名戴着眼镜的同学 拿着一本学生会首则出现了 也 也就是说 小满慌张地问 期末考不好的话 你就有可能被逐出学生会 在小满眼中 他瞬间化身成了恶魔 这就难办了 不如 匪然在旁边说 不如 小满看向他 于是他们来到了小满的武馆 原来这就是小满家呀 匪然摆着公式化的笑容说 看着好有趣 到底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 小满一片空白 僵硬地推开门 但为了不暴露性别问题 他连夜收拾掉 可能引起怀疑的东西 支开了小弟们 还因为兴奋和担忧 一整晚都没睡好 然而门一推开 各种各样的粉色迎面扑来 小满 你还真喜欢 粉红色呢 匪然尴尬地说 小满没有想到 他收起来的东西 又被姐姐们拿出来了 姐姐们热情地招呼匪然 被害羞地向小满一把推了出去 女孩子当然要向喜欢的人 展示可爱的一面 被推出门外的二姐和大姐 趴在门前 小声说道 多亏我们发现 及时给他复原 说起来 我们还能问为什么 小满总穿男装校服 二姐发现了什么 看来 我们得好好盘问一下潮来了 大姐附和道 而在那之前 他们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带着邪恶的笑容 他们把小满的屋子锁了起来 房间里的两人 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 那么就从最差的数学先开始吧 斐然说 然而斐然在旁边 小满根本无心学习 光盯着我看 期末考试可不会及格的 斐然忍不住出声提醒 抱歉 我分心了 向小满只能用狂吃 掩饰尴尬 不过斐然好厉害啊 什么都知道 向小满害羞地夸奖道 说好话 我也不会放风要求的 而小满根本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 眼里只有斐然帅气的脸 认真点 斐然用手把他的脸推向席蹄 好 向小满的头顶冒烟了 不知不觉下起了雨 向小满困倦地 把头靠上了斐然的肩膀 外面的雨很大 然而屋子里非常宁静 向小满 其实我并不是无所不知 看着向小满熟睡的脸 斐然想抱 有太多的问题 我一直想问你 他被囚禁在小满的成长碎片里 为什么今年突然宣布 以后再也不参加比赛了 为什么会突然转来明辉高中 为什么 你是和我想象中 完全不一样的人 在回忆里 他和小满在赛场上互相鞠躬 突然他摔倒了 落入深不见底的海底 就在这时 他的妈妈从背后抱住他 斐然 梦醒了腰 他一路下沉 该回到现实了 妈妈在他耳边滴雨 斐然突然惊醒 眼前是小满惊讶的脸 对不起 难得你来替我补习 我却睡着了 小满捂住脸 羞愧地说 没事 我不小心眼 下雨天真的 很容易犯困 雨后天晴 夕阳在水的倒影中 格外漂亮 但是功课 小满犹豫地说 你睡着时 我已经帮你写好笔记和解析了 斐然把笔记本 带在小满的额头上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他回头笑道 加油吧 小满 在我得到答案之前 可别真被住出学生会了 斐然心情愉悦地想 当他想打开门时 他的笑容僵硬了 门锁不断地发出咔咔声 但就是纹丝不动 门 怎么打不开 斐然回头尴尬地问 就在这时 将师兄推开了 武馆楼下的大门 他们居然敢集体逃血 推开门的江师兄 看到的 是空无一人的武馆 小江 小满他今天不在家哟 对啊对啊 你明天再过来吧 姐姐们发现 江师兄突然来访 使出浑身解数拖延他 然而 这是楼上传来了 小满不断拍门的声音 大姐 二姐 小满叫了很久都没有回应 可能是门锁坏了吧 他对斐然说 斐然拉住他继续拍门的手 算了吧 姐姐们待会应该会回来的 被斐然拉住手 小满一个害羞 决定好好表现自己 我一定会帮斐然把门打开的 就在小满说话间 斐然感觉到了一点不对 小心 他迅速护住小满的头 把他拉到后面 啪的一声巨响 门从正面倒下 怎么回事啊 小满惊魂未定地问 门后 是江师兄阴沉的脸 你们 在做什么 姐姐们在门后抱着一团 斐然和江师兄 互相自我介绍了一下 两人从握手就开始较劲 二姐出来打圆场 都这么晚了 不如你留下来吃晚饭吧 斐然 斐然礼貌地拒绝了 但架不住小满的盛情邀请 斐然挂掉了不断震动的手机 坐到了小满一家的餐桌旁 在开饭时 江师兄迅速坐到了小满旁边 吃饭时 小满不断给斐然加菜 但却被江师兄截胡 可江师兄给斐然加的 全是素材 通过言语 斐然巧妙地让小满重新帮他加菜 然而 这让江师兄非常不高兴 他们之间的火花 波及到了餐桌上的每一个人 除了天然呆的小满 饭后 小满开心地斥撑了 师兄和斐然也在较量中支撑了 临走时 小满带斐然去武馆里转了一圈 最后他们来到了武馆的灵谷塔前 小满给他上了一炷香 这位就是吸去取经的师父 小满开玩笑说 也是 我的父亲 抱歉 斐然说 小满注视着灵谷塔 而斐然注视着星光下的小满 所以 我从小就努力让自己变强 无论是为了武馆 还是为了姐姐们 小满 斐然沉默着 突然 他的手机响了 我送你回去吧 小满想起了时间 在门外等候已久的师兄 也催促起来 送客 他拉开门 门外 武馆的学徒门两边排开 一路走好 他们中气十足地喊 这是 提前丢我的下马威 斐然问 只是让你清楚 彼此的筹码 师兄说 有意思 斐然冷笑道 小满 乘着夜色 斐然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明天学校见 他背对着众人挥手 小满也呆呆地挥手 尽管斐然看不见 向小满 你果然是个有趣的人 走远后 斐然冷冷地回望一眼 斐然独自走在街上 回想着他与小满相遇的种种 向小满 你究竟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一面呢 他沉思着 但今天的他 似乎太冲动了 电话再次震动 这次斐然接了起来 终于肯接电话了 父亲 我在回来的路上 斐然不带感情地说 不必了 斐然微微拿圆手机 来接他的人一路排开 接他上车 还真是准备周到 然而父亲不容置疑 上车 他说 斐然没得选择 当他来到父亲的房间时 父亲正在抽烟 你以前从不这样 哼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我 斐然的顶嘴 让父亲打探起了背后的原因 斐然想到了小满 但他坚定地说 不 什么也没有 斐然的掩饰 在父亲的注视下 显得非常苍白 本以为你现在长大了 真让人失望 这句话 换来了斐然更大的反抗 我已经不是那个 任你摆布的孩子了 但父亲只是冷冷地提醒他 别忘了 在和我约定时 你就已经没有了任性的权力 斐然的表情 一下沉静下来 父子俩用母亲 缓和了一下气氛 接着 父亲换来了管家 吩咐他把少爷关进书房 直到天亮 总要让他明白 任性 是要付出代价的 房门合起 斐然的世界陷入黑暗 第二天 女孩们在传阅斐满的同人本 斐然 这道题我不会写 小笨蛋 你又忘记了呀 在同人本里 斐满之间的互动 显得格外夸张 玫瑰花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 两人的衣服 都突然解开了 别怕 我会很温柔的 看完同人本的斐满 夫女 发出幸福的尖叫 不过 最近斐斐和小满关系 确实变得特别好 斐然后援团会长感叹道 每天都在发糖 说着 学生会的白发学姐就来了 他们交接了一下工作 学姐注意到了 学妹手里的斐满同人本 而他们背后 斐然和小满 恰好走过 斐然你脸色不好 是不是不舒服 小满问 没事 可能昨晚没睡好 斐然满脸笑容 马上工作又多起来了 休息不好容易出错 你去休息 交给我 别退 好啊 我去休息 真拿你没办法 斐然和小满你来我往 非常亲密 学姐悄然注视着他们 斐然和小满 正在复习功课 每答错一题 斐然就在小满头上 贴上一张便签 斐然一边抽查小满 手里一边还在 做着自己的事 等抽查结束后 斐然心情愉悦地 表扬小满 看来成果不错 今天没贴满整张脸 小满呆呆地道谢 多亏了斐然和大家 明天就是周末 在家不能偷懒哦 小满看着斐然 整理书本的背影 自从上次补习后 她想到 就再也没有和斐然在周末相见了 好想周末时和斐然 一起做学习以外的事 斐然突然靠近她 小满脑海里 突然冒出了很多 让她心跳加速的幻想 她要主动约我吗 小满愣愣地抬头看着斐然 他们四目相对 古之学者必有诗 下一句 斐然问道 诗 诗者 所以传道 兽业解惑也 小满紧张地答道 很好 斐然直起身 笑着打破了 这暧昧的氛围 小满显得非常失望 就在这时 白发学姐出现在了他们中间 他们交谈的样子 显得非常般配 小满躲在书后 酸得冒泡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小满再见 斐然走时 揉了一把小满的头 拜拜 小满匆忙地说 等斐然走了 又沮丧地埋进书里 小满 学姐走到她身后 笑着说 书拿反了哦 他们寒暄了一阵 学姐坐到了她的对面 其实我有个事 想请你帮忙 最近可以约你出来吗 我哥哥的生日快到了 但实在不知道 选什么礼物好 小满一口答应 当然没问题 学姐用笔在小满手心 留下了联系方式 那就这么说定了 学姐明媚地说 要记得联系我哦 刚说完 斐然就在下面叫她 有突发情况 小满从窗户上一跃而下 等等 小满 斐然慌忙去接 然而小满告诉她 这种高度不算什么 学姐在楼上 看着他们彼此关心 并肩而行 握紧了手 回家后 小满淹了 为了处理小混混 她弄糊了学姐的联系方式 也没有到斐然的联系方式 那你们学生会 平时是怎么联系的 姐姐问 学生会 固定电话 小满有气无力地说 学姐们 在一边给她出主意 突然 二姐 找到了突破点 说曹操曹操到 突破点不请自来 推开了武馆的门 梦少 喊着二姐的名字 出现在武馆里 刚刚还与江师兄 吵得正欢的她 一见到小满的二姐 白露 就喜笑颜开 然而 白露见她 就是一个冷漠的巴掌 别那么无情嘛 我已经50天13小时 30分01秒没见你了 梦少卖气可怜 可惜二姐不吃这套 但她并不气馁 马上让人把大麻袋 搬了进来 麻袋里 是上次运动会的罪魁祸首 磊哥 随你们处置 梦少风光地说 然而 向家全把矛头指向了梦少 你把人家关了这么长时间 松绑后 磊哥仍然一副不肯服软的样子 被师兄打了一拳 安静了一会后 又开始撒泼 这家伙果然很幼稚 向小满无语地想 他靠近磊哥 磊哥下意识地护住自己 然而 小满只是弹了一下他的额头 这样就扯平了 小满回头说 想要赢我下次堂堂正正来挑战吧 这样 我会跟看得起你 磊哥骄傲地 把脸扭到一边 就这么完了 梦少在一边问 废话 二姐急剧黑道做派的 给了梦少一脚 小满当然不会学你的黑道做派 还真难讨好啊 梦少捂着脑袋 白鹿看他一眼 现在倒是有个你立功的机会 就这样 小满拿到了斐然的联系方式 除了江师兄 皆大欢喜 梦少蹲下来 嘱咐了磊哥一些什么 最近可能会不太平 二姐注意到了 怎么了 他问 梦少立马一转画风 没什么 白鹿 你看 小满都知道主动约人了 二姐 也配合他装傻 我 一直都有很多人约我啊 谁 梦少的世界崩塌了 斐然此时正在母亲床边 突然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小满 第二天 小满站在街头 对自己非常无语 电话里因为不好意思 情急之下拿白发学姐 珍惜当了挡箭牌 久等了 斐然和珍惜一同出现 神色愉快 变成了三人约会 和他们站在一起 小满觉得自己 简直就是个电灯泡 谢谢小满今天能陪我 不过没想到 一直推托自己 周末有事的斐然也来了 珍惜说 没办法 毕竟是小满第一次约女 斐然脱口而出 立马被小满拽到一边 斐然你电话里误会了 我真的不是 小满我懂的 斐然笑着说 珍惜在我们学校 可是高岭之花 放心 难得你开口 我一定为你保驾护航 像小满在背地里 留下两行青泪 笨蛋 斐然 完全不懂 一棵树后 磊哥正暗中保护着他们 这是什么情况 他忍不住吐槽 笑霸vs学霸 vs笑话 他们逛起街来 斐然在一众可爱美丽的发家 装饰品中 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 小满被这些可爱的东西 深深吸引 好看吗 珍惜问小满 聊起自己的一侧头发 小满熟练地搭上珍惜的后脑 露出她的耳夹 好看 小满说 欣赏的眼神 让珍惜有点害羞 女生们的气氛融洽 斐然感觉完全融入不进去 之前担心的自己 反倒像个白痴 算了 就当还之前小满的人情好了 她安慰自己说 斐然 小满喊她 果然 还是需要我帮忙 斐然想 下一秒 她就接到了两个巨大的包裹 辛苦你了 我和珍惜先上楼看看 女生们打完招呼就走了 斐然在心里吐槽 小满你一个男生 为什么对逛街这么热衷 女生们越光越嗨 斐然手里的包包越来越多 他们又发现了一家汉服店 女生们兴高采烈地进去了 好嘞 雷哥跟在他们后面 气喘吁吁 不行了 我要休息一下 这时她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汉服穿在他们身上 简直是古眼里少年公子和大家闺秀的神还原 小满和珍惜互相吹捧了一番 小满的眼视线时时飘向斐然 小满又向珍惜推荐了一件 珍惜拿着衣服进去后 却换了一副表情 看来勾引向小满这招失策了 她烦躁地想 向小满对我 完全没有男生看女生的感觉 她猜得果然没错 向小满暗恋着副会长 她是个gay 珍惜面无表情地下了推断 店内 小满正望着一件 刺有梅花刺绣的汉服发呆 我也想穿着这样可爱的汉服 站在斐然身边 她控制不住地 拿着那件汉服 往事一径前走 想与女孩子的模样 和她站在一起 她望向斐然 哪怕只有一次 小满看着试衣镜中的自己 背后就是穿着汉服的斐然 她慢慢地把衣服朝自己身上比 注意到小满 斐然回头 小满你在做什么 我 我在帮珍惜跳衣服 小满慌张地把汉服塞起来 我再去那边看看 小满迅速跑开了 斐然想 刚才小满手上那套 倒是挺适合她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 抓抓自己的头发 赶走了自己的想法 夜晚 他们终于准备回家 听说这条街道 晚上挺乱的 斐然手中大包小包 难怪现在没什么人了 小满 我们先送珍惜回家吧 就在小满回话时 有一个人影举着棍子 窜到小满身后 小满眼急手快 迅速挡下 霎时间 他们被包围了 他们人太多 你们先逃 小满说 小满 斐然担心地喊 她把购物袋扔到对方脸上 打退了一拨人 斐然和小满的配合 天衣无缝 不愧是北区一哥向小满 果然棘手 带着鸭舌帽人 甩出手里的小刀 都给我住手 她抓住了珍惜 不然 我伤了这位漂亮女孩可不好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来人给我把他们绑起来 珍惜被抓 小满和斐然听话 小心点 免得节外生枝 鸭舌难说道 就在这时 她的耳机响了 士达哥 真巧 我正准备上门献保 什么 她脸色一变 所有人都停住了 遵命 她回头喊道 把这两个人留下 丢入边 珍惜和斐然 睁大了眼睛 向小满按原计划 货车的大门 在向小满面前被关上 黑暗笼罩了她 带走 小满 就在货车快要关门的时候 斐然踩了看她的人一脚 踹飞了她 别忘了 那个妞还在我们手上 鸭舌难喊 但斐然还是上了车 要抓连我一起 斐然回头说 你们在顾忌什么 不会连我这区区高中生都怕吧 干 这是你资找的 鸭舌难丢下珍惜 上了车 迅速开走了 我得报警 珍惜说 然而一阵风经过了她 磊哥骑着自行车 从她旁边冲了过去 她手中拿着电话 无比紧张 鸭舌难毁了斐然和小满的手机 我们老大与你交涉了几次 你都不理 北区这地盘 你一个人吃不下 小孩就该有小孩的样子 逞什么一帮老大 真吵 小满一脚踹上鸭舌难的脸 鸭舌难一气 直接把一桶水泼在小满身上 别给我在那倔强 我老大脾气可不好 鸭舌难居高临下威胁道 要是不想以后天天遇上这种事 就赶紧回去当个普通的高中生 这时 向小满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她听到了嘻嘻缩缩的声音 斐然正在用刀片割断绑住他们的绳子 我数到三 斐然说 车内一阵巨响 斐然和小满解决了车里的人 跳车了 他们在地上滚了几圈 趁车里的人还没反应过来 迅速跑走 这里应该可以了 小满你还好吧 小满脸红的有些奇怪 我没事 斐然 我们在哪 估计在东郊区附近 斐然说 夜路不安全 我们最好 找个安全的地方 明早再回家 好 小满低头说 等等 你怎么这么烫 斐然抓着小满的肩膀 别逞强 把湿衣服脱掉 我把外套给你 真的不用 小满连连摇头 她还没有和斐然真正称兄道弟 还不能暴露性别 他们躲到了一个山洞里 小满的情况越来越糟 果然还是得帮她换衣服 斐然想 接着 她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小满 为什么要穿树胸 她捂住自己的脸 而且 对于习武者来说 她实在是太细皮嫩肉了 斐然发现 像小满的肌肉线条非常柔和 而且 皮肤比女孩子还光滑 树胸 光滑的皮肤 这一切联系起来 该不会小满 其实是女生吧 但是她又很快否定了自己 她又想起青少年跆拳道大赛 小满可是男子组 跆拳道大赛的冠军 突然小满睁开了眼睛 她拽住斐然的手 一下把她抵在墙上 小 小满 你醒了 斐然有点被吓到了 这种力道 女生果然是她想多了 接着 向小满就脱力了 原来只是条件反射 斐然庆幸地想 嗯 斐然感觉到了光亮 转过头去 将师兄出现在洞口 面色阴沉 后面跟着骑着自行车的 磊哥 磊哥心中有一万个 曹响土 他俩原来是这种关系吗 磊哥震惊 白天 像是无管 打扰了 我来看望小满 斐然面带笑容 不管来多少次都一样 我不会让你进去的 你误会了 斐然说 我和你之间没有误会 将师兄拽住斐然的领带 瞪着他 小满是我的 你想都别想 斐然愣了几秒 小满不是任何人争抢的东西 他可以选择任何人 只要他喜欢 斐然抓住将师兄的手 把他从领带上甩开 更何况 你应该也知道 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没有机会了 将师兄想起那天 小满坚决地要为斐然转学 他一瞬间 心情跌入谷底 所以 你还是放手吧 我都知道了 斐然还在继续讲 小满已经和我说过了 他喜欢珍惜 斐然一脸认真 将师兄一脸问号 成全他们吧 斐然还在劝 浑身散发圣光 如果你真爱一个人 你会愿意为他放弃一切 包括他 然而斐然却想 上次补课时 这家伙 对他莫名敌意满满 绝对不会让你掰弯他的 砰的一声 无管大门关上了 正当斐然伤脑筋 觉得无法联系上小满时 小满从天而降 扑向他 小满跳下来时 不可言说的部位 刚好撞到了斐然的脸上 斐然 你怎么在这里 小满呆呆地问 虽然把自己的脸 从小满身上拔出来 男子汉当然会有坚硬的胸肌啊 不然呢 心里想着 嘴上却说 小满你怎么又做这么危险的事 其实我的病早好了 但是姐姐们不让我上学 心里想着 而且我也好想见到你 小满的不见 很快被发现了 斐然把小满从身上放下来 你不想回家的话 斐然拉着小满的手 微笑着说 那就逃跑吧 小满看着斐然的背影 想起了姐姐们 曾对她说过的话 你去学校 危险就会找上你 朋友也可能再被牵连 她知道 姐姐们说的都对 但小满紧紧握住斐然的手 但是 她一定能保护好 身边重要的人 但当小满回到学校时 迎接她的 却是数不清的工作 学生会的每个人 看到小满 都想找她帮忙 最近你不用负责监察校园 帮忙跑一下社团通知吧 咦 那风济治安 小满在文件堆里难以下脚 不用担心 有人会处理 被他们 救了好几次的眼镜男 在远处默默注视着他们 摔跤社 摔跤社对学校 给他们安排的位置 非常不满意 请配合学生会的工作 然而 摔跤社根本不买账 你把我们放得这么远 让我们怎么招人 怎么把社团做大 社长拎起小满的领子 然而 小满一个条件反射 把社长扔了出去 社员见状 更加不满 很好 我们明白学生会的态度了 走着瞧 小满从风济监察 转文职的结果就是 收到了许多社团的投诉 斐然在窗户边 不停地打电话 对不起 我可以让他们坐回来 保证不还手 小满慌张地说 行了 稍安勿躁 斐然转头微笑地安抚她 小满 珍惜说 礼堂那边需要人手 麻烦你帮忙 这边不要紧吗 没事 都交给我 斐然不紧不慢 小满虽然担心 但还是按照指令走了 校园里 眼镜男又碰到了那些欺负她的人 然而这一次 她推了推眼镜 站的笔直 都给我滚开 投诉的是我自己可以 斐然用笔戳了戳她的脸 不用 作为学生会的秘密武器 不用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小事上 小满回味了很久 被斐然轻轻戳脸的感觉 斐然注意到她的走神 走过去揉揉她的脑袋 事情没那么简单 必须让小满从这个漩涡中脱身 斐然坚定地想 而另一边 磊哥放下观察他们的望远镜 自从知道他俩的关系后 都无法指示他们了 好生气 但是还要监视 突然他发现 学校的小混混都倒在地上 他看见了眼镜男 看来真如孟少所说 眼镜男正在放松自己的手腕 明辉高中被其他势力入侵了 社团的事越闹越大 校园讨论版都炸锅了 连一项彪悍的斐然粉 都撕不过他们 听说这次事件的导火索 是那个校霸 为什么小满犯的错 要让学生会背锅 小满听着这些 更加坚定了自己解决的决心 怎么是你 摔跤社的社长打开门 道歉已经晚了 我想加入摔跤社 你当我们是白痴吗 社长说着 就要门关上关门 鬼才会放你们进来 在门要关上时 小满用手挡住 被门狠狠地夹了一下 你想干嘛 社长紧张地说 我是认真的 社长 请问可以给我一张 社团报名表吗 与此同时 学生会 要执行这个计划吗 这样很可能会把 所有矛头都引向你 到时候更不好收拾 学生会的人再劝斐然 他躺在沙发上 散落的文件 显然十分疲惫 在阳光没照到的地方 他从沙发上 坐起拿起电话 还活着吗 你就是这么对待 不联系的老朋友 奸上死的 会长说 斐然此次打电话来 是为了让会长 把权力转交给他 我大概知道 你想干嘛 但小满他知道吗 他不会参与 我是说 他会不会支持你的做法 他会理解的 斐然挂了电话 唉 电话对面的队长 叹了口气 不断说服自己 相信眼前的人 就是心中所想 斐然 这样真的好吗 你的外科 感觉快要绷不住了 小满加入社团的消息 传遍了校园 学生们积怨已久 都想找小满算个清楚 连磊哥 也已经从王牌暗卫 转为了贴身保镖 却被小满 用来当作摔跤掩饰的道具 为什么 我要受这种罪 磊哥崩溃的响 欢迎大家加入摔跤社 他奋不顾身的帮忙举动 也感化了社长 社团都招到了更多的人 然而学生会里 斐然正向各位社长宣布 学生会和教导处商定的决议 听完后 有社长直接撕了通知单 社长们因为自己的经费 被分给了其他社团 都愤怒不已 学生会闹成一片 斐然从后门离开了 他要让社团社长们内部争斗 瓦解同盟 小满正好遇上了他 我想向你申请礼堂的使用权 斐然几乎立马同意 谢谢斐然 小满高兴地说 这样一来 在游元季之前 小社团就有更大的平台了 斐然一听 想阻止 他却还是没能开口 带着帮助小社团壮大的希望 小满回到社长们身边 只要大家都成为大社团 就不会因分配器争执 斐然和学生会的大家 就不会再被牵连了 小满推开门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但社长们面色阴沉 并不搭理他 滚 社长把文件一把拍到小满的身上 学生会的走狗 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原来就在刚刚一些小型社团 被勒令废射了 这不可能 小满难以置信 一定有什么误会 他飞快地跑回学生会 怎么可能 然而 学生会人满为患 所有人都想讨个说法 斐然注意到了 在窗外不断敲窗的小满 一开窗 小满就问道 为什么小社团会被废除 为什么不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小满 这是社团会议的结果 斐然想安抚他 但小满完全不接受 但是决策全在你 斐然终于说到 校内社团矛盾机怨已久 迟早要解决 小满难以置信地看着斐然 斐然仍然说个不停 只要借此机会 就能把问题彻底解决 你先进来 我们好好谈 然而小满从窗台上站了起来 斐然 社团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 是梦想 你太过分了 小满转头跳了下去 跑走了 你不明白 斐然想 有人想要利用这次舆论风暴 逼你退学 如果告诉你 你肯定会冒险 去揪出源头 斐然看着自己的手 这是为了你 小满 当磊哥找到小满的时候 小满正躲在角落哭鼻子 眼镜男通知你去会议室 小满把头一扭 拒绝了 磊哥僵住了 他蹲下来拍拍小满 你们吵架了 我帮你揍他 听到这 小满又担心起来 磊哥顿时无语 说好的骨气呢 小满突然说 帮我个忙 此时 磊哥和斐然大眼瞪小眼 小满呢 学生会问到 他有事来不了 他人在哪 斐然问 你别管了 磊哥大声说 心想真没见过小满这种 和人吵架 还找人代班的人 斐然看着手机小满的联系方式 最终还是放弃了 另一边 小满也看着斐然的联系方式 迟迟没有下手 为什么斐然和小满吵架了 二姐逼问孟少 快问清楚 孟少恰好正和斐然在一起 社团中的叛徒 你那有什么线索 至少已经确定 内鬼和上次抓项目的是同一拨人 孟少说 你真要和小满一直冷战下去 斐然靠着栏杆 冷战的不是我 这都是为了他的安全 手段这么强势 不像你的风格 总之快点和好吧 就在这时 学生会的人找到了叛徒的消息 斐然神色冷下来 很好 渐渐的 校园里已经开始流传起 小满才是始作俑者的观点 到此为止吧 斐然出现在班级 终于抓到你了 他把学生证拍到寸头身上 你根本不是我校学生 那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什么 他的悲惨经历都是假的 同学们纷纷议论起来 社团的事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斐然挂着标准化的微笑 清场了 教室里只剩两个人 寸头想给斐然一拳 却被躲开了 还反被斐然绊了一跤 这时小满出现了 打倒了寸头 一切就像他们的出狱 斐然 你没事吧 小满抓住他 幸好石磊说漏嘴 你怎么能单独涉险 看见他斐然的心落下来 和小满开起玩笑 你不是和我冷战吗 你没事就好 毕竟我们是好兄弟 关心你是应该的 那这次就原谅我吧 之前赌气躲人 简直像个小姑娘 我本来就是小姑娘 小满想 正说话时 犯人逃走了 最后居然被五花大榜的犯人 神奇地出现在学生会的门口 雷哥发现了问题 咦 这怎么和上次 我看到的人不一样 而且 到底是谁抓住的他 在天台上 那位被小满救了几次的代言男 正默默地吹风 小满正跟赵莱汇报好消息 我终于是斐然的兄弟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赵莱告诉他不要着急 要慢慢深入他的生活 小满感谢了他 但赵莱却格外心虚 学生会里珍惜提议 这次游园会学生会表演花木兰 来拉近与同学的关系 他心里打着小九九 然而斐然立马提出 小满很适合演花木兰 小满当然是拒绝了 然而听到是斐然演男主后 他立马答应了 只留下珍惜 默默地撕掉了他的提议本 我居然输给了一个gay 他心想 花木兰是不是有女装戏份 雷哥看笑话道 当然 我很期待 斐然笑着搭上小满的肩 他回想起了 在汉服店的匆匆一瞥 糟糕 说不定真的很合适 他心想 家里 斐然躺在床上 想象女生版的小满 不能再胡思乱想了 他坐起来 脑海中浮现了一个 穿着武术服的灵力背影 这 才应该是小满的真实模样 他找出了他五年及时的作业本 我会好好做兄弟的 正好是周末 就去找小满吧 这时 妈妈推门进来 斐然 你是不是把我的巧克力藏起来了 如果您乖乖喝药 下次 我就不藏了 斐然说 妈妈问起她的去向 斐然说她很快就回来 妈妈摸摸她的头 对她展露笑容 晚饭之前 一定要回来哦 斐然面色沉了下去 好的 妈妈 小满独自排练花木兰的最后一场女装戏 终于可以在斐然面前穿可爱的汉服了 她翻出自己所有的零花钱 准备去汉服店时撞到了僵尸兄 我正要去汉服店 小满说 好 我陪你去 唉 小江不是一向不爱逛街 她正说着 斐然来了 场面一时有些尴尬 这套适合小满 小江说 舞台剧是南北朝时期 你这套花木兰不挂钩 学渣别不懂装懂 斐然说 哼 你这么懂 怎么连小满的真实性别都不懂 小江想 你这规予小满的禽兽 小满的真操 由我守护 斐然想 小满 你选哪个 他们回头说 被小满一起扔了出去 店员看到这场面议论道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女装大佬 小满在心里狂冒汉 汉服店外 小江注视着 在一件衣服前 驻足良久的小满 斐然在一旁问道 你和小满是青梅竹马 她知道 你的心思后 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亲近 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小江说 假面待得太久 总有一天也会掉的 这时 小满出来了 她什么也没有买 准备到时 找戏剧部借一套 然而其实因为喜欢的太贵 没法买 当小满和斐然在前面走时 小江记下了那件 小满驻足良久的衣服 斐然和小满 正在对台词 小满对得非常僵 这位木兰 你全身僵硬 是不是对本将军有意见 斐然扯起小满的脸 对不起 小满不好意思地说 珍惜在旁边 一边觉得这演技 砸学生会的招牌 一边又觉得这 衬托了她的优秀 转眼就到了 表演荡人 学生们都穿着漂亮的服装 在摊位上逛 学生会的出现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小满心中不断地过着台词和剧本 一个女生对小满说 听说你们学生会晚会有节目 我一定会和朋友们去看的 这一定程度上 加剧了小满的紧张 小满正在准备室里 紧张地复习台词 小满 来是戏服 小满一下把台词本合上 跑过去 镜中的她 非常漂亮 但同时 叹息道 当时狠心把那套汉服 买下来就好了 肯定会比现在漂亮 这时 小江出现在她身后 你是和姐姐们 一起来看演出的吗 小满回头问道 然而 小江去却拿出了 她梦寐以求的东西 她看中的那套汉服 你 你怎么知道 小满惊讶地说 只要是小满的事 我都知道 小江摸摸她的头 好开心 谢谢小江 小满抱紧汉服说 小江只是看着她 舞台上 小满的花木兰 英姿洒爽 和斐然背对背时 非常般配 突然 小满念台词时 咬到了舌头 斐然忍不住 发出了笑声 舞系满分 台词零分 亲友团想到 但是小满表现很好 孟少对二姐说 别吵 众头戏要来了 二姐说道 在门前 斐然正等待着小满的出现 上台前都没紧张的斐然 此刻却很紧张 李将军 此时传来了小满的声音 台下的观众们 平住呼吸 久等了 小满穿着汉服出来 隐瞒了这么久 木兰十分愧疚 她念着台词 台下观众被小满的美貌惊到 纷纷怀疑是替身 连斐然也红了脸 小满对着斐然说 木兰其实是女儿身 但一个不巧 她踩到了自己的裙板 快要跌倒时 斐然冲上前去 全场寂静 姐姐们惊喜地捂住嘴 斐然和小满亲在了一起 扑通 她们脸红地跌倒了 台下传来了惊喜的尖叫声 斐满一声推 珍西在台下极度地咬着手绢 眼镜男 其实也就是小姜在幕后看到这画面 握紧了拳头 小满 原本觉得 只要你开心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小姜想 你想得到的东西 我也希望 自己能替你实现 舞台的喧嚣在她身后 与她无关 而我只要默默守在你身边 看着你就好 她曾是这么想的 她看着手中小满的发卡 握紧了她 她不会一错再错了 台上斐然和小满 接受着众人的起哄和欢呼 台下小姜独自在飘雪的夜里 吻着她握紧的手 活动圆满结束了 学生会们准备去开庆功宴 就在这时 他们发现 小满不见了 你们在这里集合 其他人和我去找小满 斐然说 哟 斐然只记得小满呢 他们打句道 喂喂 今天玩笑还没开够啊 在休息室里 小满拂过自己的嘴唇 她回想着和斐然亲吻的感觉 姐姐们在一旁开她的玩笑 把她闹得满脸通红 躺在沙发上 她捂住自己的脸 小声尖叫 姐姐们一唱一和 帮小满规划好了未来的恋爱走向 最后步入婚姻殿堂 姐姐们给她写了个完美的结局 但紧接着他们发现 小满根本没听进去 这大概就是皇上不及太监急了 大姐说 小满睡得很香 这几天通宵被抬辞肯定累着她了 让她好好休息一会儿 斐然找了很多地方 但都没有小满 她收到了一条短信 二姐通过孟少的号码告诉斐然 小满正在休息室里休息 同时暗示她 她和小满很配 这时 突然停电了 这让斐然 觉得得赶紧找到小满 她开着手机摄像头 在昏暗的走廊里走着 似乎表演结束后 小满就不见了 难道是因为舞台上那个意外的吻 两个男生接吻 她大概觉得尴尬了 不过兄弟之间不用这么计较 待会我开解一下她 她找到了休息室 小满在吗 她问 脚下一个没注意 被指向绊倒了 手机脱手而出 摔到了桌子底下 斐然感觉她的手碰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 她撑起身 眼前是小满安详的睡颜 斐然有些慌张 意识到 那可能是什么后 斐然立马从小满身上弹开 斐然脸红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手 小满 抱歉 她下定决心 拉开小满的一侧上衣 只一点就能让她确认 她的手抓着小满的衣服发抖 她用自己的外套盖着小满 坐在沙发旁捂着脸 为什么 她对自己说 她回想起 小满挺进全国跆拳道比赛的海报 那个参加了男子组 比赛赢了我 战无不胜的小满 竟然是女生 她侧过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 在那边睡得香甜的小满 斐然走在街上 回想起小时候 爸爸 这不公平 为什么不能让我自己来选择我的人生 好 我给你一次机会 爸爸抽着烟转过身 如果这个跆拳道 比赛你拿下冠军 爸爸给他看第六届青少年跆拳道比赛 少年组的宣传 我就放你自由 这是你最擅长的领域 所以这个交易很公平 还是孩子的斐然 睁大了双眼 对吧 画面瞬间来到了比赛的结束 胜负一分 恭喜来自北城附属小学的黑马 向小满获得冠军 最后留在她的印象里的 只有小满傲气的脸 她的人生 从此跌入了黑暗 到此为止了 父亲说 你输了 按照约定 斐然跪在那默默哭泣 父亲毫不留情地宣判着 从今天起你就是斐然 斐然哭得很伤心 斐然 你要乖一点 失去了你哥哥 妈妈难过得都生病了 爸爸牵起他的手 而我不能再失去你妈妈 是 父亲 时间一晃 他就长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学生会打了很多电话 但都找不到人 小满从睡梦中醒来 看到披在自己身上 斐然的衣服 他害羞地闻了闻他 陷入美梦的人 终归是 小江在黑夜里 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要回归清醒 斐然在血液中独自走着 在学校的楼梯上 磊哥 施磊 把自己的脸埋入手臂 冷静冷静冷静 小满是男人 小满是男人 他不断催眠着自己 却藏不住他通红的脸 小满抱着斐然的外套 躺在床上 想着斐然 短信还没回复 果然 是在别扭舞台上 那个意外的Kiss吗 小满开始挠补了 难道你一直在觊觎我 斐然猛地把在舞台上的他拉开 不是你听我解释 小满慌张地说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想 再见 斐然立马背过身跑了 想到这小满后悔地捂住眼睛 斐然别走 虽然舍不得 小满想 但还是得用还衣服当借口 去逮斐然 学生会办公事 施磊面对小满的询问 东张西望 十分紧张 斐然到底去哪了呢 小满想 施磊趁机偷瞄她 在她眼中 小满依然是舞台上那个长发的美女 闪闪发光 冷静 都是幻觉 施磊猛地把自己的头往桌上敲 你没事吧 小满问 施磊不断催眠 自己要冷静 然而 这一天 小满总是被很多莫名其妙的意外拖着 一直找不到斐然 当小满又找到斐然的消息时 小江给她打来了电话 小满 我这边撑不住了 需要你过来一趟可以吗 然而 她的脚边都是被她打倒的人 因为一直见不到斐然 小满把气都撒在了这些人身上 满 满哥今天发威了呀 这清场速度无敌了 小弟们 今天莫名其妙 带我们换场子对人的师兄也好可怕 小江出言提醒小满 小满也关心了一下小江的安全 我没事 倒是你 小江伸手擦了擦小满的脸 平时形势可别莽撞了 小江 小满觉得师兄和平时有些不一样 这时 小满的电话响了 我得走了 小满说 斐然今天要写报告 说不定能在自习室上 小江 拜拜 小满说着就要走 却被小江抓住了手臂 怎么了 小满回头 用眼神问道 小江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说 路上小心 小满利落地和小江道别了 而小江的气压骤然变低了 小满一直打不通斐然的电话 好不容易和斐然拉近的距离 怎么能又回到起点 他跑进自习室里 刚想叫斐然 却发现斐然趴在桌子上 睡着了 小满只好就这样 把外套还给他 听到小满离开的脚步声 斐然默默地睁开眼 斐然坐起身子 外套从他身上滑落 他想到 如果是斐然 现在一定不会犹豫 他把自己的外套扯下来 双手抓紧他 但我 不是他 他放下自己的外套 带着学习资料走了 刚出门 他就听到斐然在叫他 原来斐然一直没走 蹲在门外等他 果然 你刚才在装睡 小满站起身 他们四目相对 气氛一时有些紧张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 我先走了 斐然转身说 等等 小满拉住了斐然的袖子 斐然发现 小满的手在抖 这让他很吃惊 外面这么冷 他还一直坚持等我 斐然心软地想 斐然 小满抓紧了斐然的袖子 让我们来一场 兄弟间的谈话 斐然用手捶向自己的胸口 斐然觉得很紧张 他们来到了一个 无人的凉亭 彼此沉默 斐然 谢谢你的热茶 小满说 不必 斐然一开视线 沉默让小满觉得有些尴尬 他决定单刀直入 斐然 你最近好像有心事 小满看着手中的热茶说 我们兄弟之间 有什么事不能说出来 一起解决呢 而斐然只给他一个冷淡的侧脸 兄弟 斐然琢磨着这个词 小满 你不也从一开始 就没有对我坦诚吗 作为女生去参加一场 本不该有你掺和的比赛 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直到今天 还不断地在影响着我 向小满 你到底为什么 就在他沉思的时候 小满一把握住了他的脸 斐然你这几天这么生疏 果然是因为之前的kiss 不好意思吧 小满精力解释道 不是 你先放开我 而斐然的注意力 全在小满柔软的手上 那是因为什么 如果遇到别的事 作为兄弟 我一定帮你 他离得太近 斐然无法思考了 他一把拉开与小满的距离 而小满却因为他的举动 开始啜泣 斐然慌张了起来 这些举动 你以前明明经常和我做 现在果然是生我的气了 小满一把把自己的脸 埋进斐然的怀里 以前不知道你是女生 斐然心想 你以前都不会不理我 不会躲着我 小满抓着斐然控诉道 好兄弟 难道不是应该亲密无间吗 斐然的心很乱 亲密无间 他把斐然推到柱子上 按住斐然的手 小满 看来我有必要让你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亲密无间 斐然的面色阴沉 斐然把小满按在柱子上 你想做什么 小满问 你觉得呢 斐然反问 这种时候女孩子 应该会觉得被冒犯了吧 斐然想 手上力道不重 以小满的实力轻易就能挣脱 反抗啊 斐然靠近小满 你还想装男子到什么时候 然而斐然发现 小满期待地仰着脸 看着他 什么意思 斐然捏住小满的下巴 我可不是你眼中温柔善良的斐然 他端起小满的脸 吻了上去 你真以为我不敢吗 小满睁大了眼睛 凉挺礼 斐然离开了小满的嘴 他后退几步 小满难以置信地捂着自己的嘴 斐然把脸撇到一边 我到底在做什么 他捂住自己的脸 我怎么一冲动就对小满 不 他说服了自己 这是斐然的冲动 不是我的冲动 居然又被影响了 他调整了自己 看向小满 这就扯平了 小满疑惑地看向他 斐然露出阳光的笑容 有缘会上那个意外的吻 扯平了 哦 那我们这算和好了吗 小满惊讶地问 我们本来也没有吵架 斐然微笑道 小满一把跳起来 搭上斐然的肩 太好了 你能想开我很开心 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 我给你打多少电话 发了多少短信 小满说 只是才想起来 一直没机会告诉他 他的手机 在上次游泳会时就不见了 原来如此 我错怪你了 小满开心地说 夕阳下 小满高兴地和斐然挥手拜拜 虽然能和斐然和好 小满站在原地 发现了一点 但是为什么他能这么轻易就亲上来 在他眼里我是男生吧 他看着斐然的背影 惊觉 斐然喜欢的 原来是男生吗 而一边小江在桥上 看着小满 给斐然发的一条条短信 是他从那个桌底下 捡走了斐然的手机 当他抓紧他 想把手机扔下去时 手机震动了 他发现了什么 小满来到明辉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 他通过了期末考试 顺利留在了学生会 但是 直到在学生会的聚会上 斐然的取向 也一直困扰着他 他们正在玩国王游戏 二主动金丝的脸颊 斐然刚好是二 他好脾气地揽过四小江 亲了他的侧脸 亲完后 小江把脸撇过一边 学生们起哄起来 又抽到了斐然和一个女生 斐然也亲了那个女生的侧脸 就算抽到了斐然和施脸 斐然也亲了 接下来也抽到了斐然和小满 慢慢 斐然把半个场的侧脸都轻变了 小满突然发觉 也许斐然根本不在意接吻对象是谁 那么斐然喜欢的 到底是男是女 还是男女都可以 小满陷入了疑问的漩涡 说起来 下学期就要开始上晚自习了 会上到很晚 小满 你要申请宿舍吗 有同学问道 这一疑问 让餐桌上的斐然和小江都紧张起来 住学校宿舍 小满看向斐然所在的位置 指的是男生宿舍吧 他风险有点高 但这样也许可以更靠近斐然一点 不行 斐然一口回绝道 小满有点被吓到了 在一片寂静中 他微笑地解释道 小满平时还要照看武馆 如果住校肯定顾不过来 小满也想起来自己武馆的问题 而斐然在心里想 小满一个女生 怎么可能居住男生宿舍 他绝不批准 小江也在无意间捏碎了杯子 无语 小满有啥好纠结的 在一边的珍稀庆声说道 他看着斐然小满相处融洽的画面 想 斐然是不可能会住宿舍 大家一起干杯 庆祝寒假的到来 临走时 小满抓住斐然的袖子 你手机丢了 我怎么联系你 小满问 到时候再说吧 总有机会的 斐然说 小满 寒假快乐 他微笑着和她说拜拜 雪夜里 对他挥手的斐然如此让他心动 新年转眼来临 然而小满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到斐然了 当他第一次觉得寒假如此漫长时 他在寺庙偶遇了他 当小江把香满回来时 小满愉快地和他打招呼 而旁边站着 他最不想看到的人 阴魂不散 斐然和小江同时想到 新年 小满一家来烧香拜佛 二姐和孟少像一对欢喜冤家那样 吵吵嚷嚷 对着佛祖 小满许愿家人能幸福快乐 五管的兄弟能平平安安 很有小满的风格 替家人着想 朝来说 大姐感叹道 小满一直是这样 从小时候父母去世时 就像个小大人 为了保护姐姐们 扛去了许多责任 但是姐姐们 其实更希望你能把担子写下来 不用再去思考复杂的事情 小满看着大姐 我从来没觉得这些是负担 她说 无论是让自己变强 还是看护北区 但是我们这么费周章地让你转学 大姐反驳她 就是希望你能做个普通的高中生 大姐牵起小满的手 朝来意识到了什么 听说你们下学期要上晚自习了 姐姐注视着她 给了小满最想要的支持 小满出来时 面带笑容 多亏大姐 让我下定了决心 她的话语 让门外的斐然和小江都紧张起来 下个学期 她想起大姐刚刚对她讲的话 坚定地说 我决定住校 但对于在外面的众人来说 这无异于五雷轰顶 太危险了 我坚决反对 小江说 但施雷很开心 都是男人 有什么危险的 我也住宿舍 以后可以串门啊 斐然也很反对 甚至已帮她补起来诱惑她 而且你姐姐们一定不会同意的 小江一把推开斐然 抓着小满的肩膀说 然而大姐答应了 亲爱的 这样真的好吗 朝来问小满的大姐 然而大姐扯住了朝来的耳朵 你给小满说是馊主意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她说 招来连忙道歉 此时大姐说出了她真正的顾虑 她想让小满住校 其实想让小满躲一下北去的风头 同时她对招来嘱咐道 在学校里 一定要看好小满 总觉得被大家抛弃了 走在队伍前的小满心想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和我并排走 走在小满后面的小江和斐然 依然在阴阳怪气对方 当小满回过头时 他们俩一口同声 小满 他们俩看了一眼对方 再次一口同声 我 接着 他们俩看着对方沉默了 他们又互相指责起来 小江 小满说 斐然也是担心我 你别这么没礼貌 被维护的斐然非常得意 然而下一秒 小满忽在小江身前 斐然 小江从小就很照顾我 如果他有冒犯的地方 我给他赔罪 你别往心里去 这让斐然顿时觉得小满 把小江当自己人 而他是外人 他们俩的气氛更加压抑 小满非常不解 施磊在一边安慰他 安心啊 你当初不也是这么对我 突然他被两人一手一边提了起来 丢到了离小满很远的地方 这俩人不是挺默契的吗 施磊心想 斐然还是很不放心 小满驱逐男生宿舍 斐然 这是大姐扯扯他的衣角 以后小满在学校里住宿 还麻烦你多照顾了 大姐露出动人的笑容 他第一次住校 我们真担心他不适应 这让斐然更加苦恼 如果我在的话还好 斐然看着小满想到 但是 斐然又想到在家里的妈妈 怎么办 事情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小满与斐然四目相对 他对斐然的烦恼浑然不绝 突然 斐然的电话又响了 是他的爸爸正在催促他 斐然回到了他父亲身边 这么久没来看望 先过来和他打声招呼吧 斐然的父亲说 旁边的人给斐然递上三根香 斐然拿着祭拜了面前的碑位 碑上写着 言辞下故同难斐然观之位 自己给自己上香 还真是讽刺 你真是丢我们家的脸 在斐然的回忆中 他与他的哥哥坐在一起 父亲正在指责他 一天就知道打架 你不能学学你哥哥吗 父亲说 哥哥有哥哥喜欢的 我也有我自己的爱好 为什么一定要学哥哥 弟弟喊 父亲特别生气 而哥哥护住弟弟 不是的 弟弟是为了我才 哥哥正给弟弟上药 你总是这么绝 这么乱来 吃亏的不还是你吗 然而弟弟把眼睛撇到一边 算了 反正有我在 哥哥露出笑容 我也希望你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弟弟默默地把目光放回哥哥身上 无拘无束 这样才像你 哥哥俯过弟弟的手 然而回忆有多美好 现实就有多残酷 他的哥哥已经成了墓碑上的一张照片 父亲 斐然捏紧他的手 我有话和你说 小满办理住宿那天 物馆排了很大的阵势给他送行 学生们一轮纷纷 小满 多保重 姐姐们对他喊道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只是住宿 并不是嫁出去啊 小满想 别怕 我都安排好了 大姐夫和孟少同事说 他们互看一眼 冒出问号 从今天起 全新的生活要开始了 小满一定不会辜负姐姐们的心意 刚进学校 学生会就指责他排场太大 看到老大被指责 小弟们纷纷撸起袖子 但小满一句话 让他们瞬间乖巧 宿舍安排表贴在公告栏 赶紧去找自己的宿舍吧 小满从人群里挤到宿舍表前 室友是班上的同学 还有班长 咦 他发现第四个室友的名字 和小江很像 这时 他听到旁边人在说 斐然也申请了宿舍 我也要去看看 他心想 然而被淹没在斐然的后援团中 与此同时 斐然也在他的办公室里沉思 人太多小满 没有看到斐然的房间后 只好指望 去宿舍时偶遇斐然 在他的宿舍门口 他看到了摆着pose 挡着门 闪亮的施磊 你怎么站在我宿舍门口 小满问 施磊风轻云淡地说 你们宿舍的那个礼宾 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和我换宿舍 虽然其实是他自己威胁他换的 所以现在我俩是室友了 他说 那你以后可别给我添麻烦 小满推开门 他室友和他打招呼 他注意到那个和小江名字同音的人 以后同宿舍 多指教 他说 就在小满要握上他的手时 斐然冒了出来 小江 小满不会成为你的室友 明辉综合成绩第一的人 不但享受双人间 还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室友 但当大家以为小满 就成了斐然的室友时 学生会的人 进来告知大家 宿舍室友重排了 斐然现在的室友是 小江 斐然难以置信地 抓着通知的同学 就算这样 我优等生特权 也应该是最高级啊 他问道 当时老师说 你并没有提交选室友的表格 同学说 没提交表格 斐然发现了什么 他明明拜托小江把表格 他看向小江 那我现在跟谁住 小满问同学 同学查起表来 背后 斐然正在为自己 威胁同学才换来的机会 就这样丢失了而难过 但下一秒 同学就指着他说 小满和他一见 幸福来得太突然 斐然自己都不敢相信 反应过来后 他露出了幸福的笑 小满在男生宿舍里 简直不敢看男生 没想到他们平时 一个个证人君子 私底下都光着膀子 这么奔放 他们聊的话题 也深深震惊到了小满 但是不接 又可能会暴露性别 巨乳万岁 小满吭腔有力地说 获得了一个 室友的高度认同 斐蕾想象着 刚刚说巨乳万岁的小满 特别软萌 他露出了春天的笑容 所以 不懂欣赏兄的斐蕾 其实是gay吧 旁边的同学 冷不丁地说 打碎了斐蕾安详的脸 我没有 我不是 斐蕾对着小满 慌忙地解释道 我先去洗澡 你们聊 小满溜走了 关上厕所间的门 小满深深觉得 住在男生宿舍 实在是太累了 他脱掉衣服 准备洗澡 宿舍门外 斐蕾拿着茶杯走过 听到里边的笑声 忍不住贴近门 他总觉得小满 这是羊入狼群 要赶紧想办法 把他分到我这边来 他想 而另一边的拐角 小江看着 斐蕾偷听的身影 斐蕾为什么 对小满这么上心 他心想 还一直站着我的偷听位 真不爽 就在这时 小满的宿舍里 传出了一声惨叫 五分钟前 你怎么直接进来了 小满赶紧拉上帘子 都是男的有什么关系 宿舍说 你洗你的 反正厕所也是空的 等宿舍上完出门 小满松了一口气 那就在这时 宿舍发现了 小满的换洗衣服里 有一条粉色的什么 不会吧 哈哈 宿舍说着拿起了他 尖叫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听到尖叫的匪员 一脚破开了门 小满 他大喊道 身后跟着纹声而来的小江 住手啊 宿舍求救 手里抓着那件粉色的胖子 而小满正不断地打他的脸 身为班长 居然把这么有伤风化的东西 拿到宿舍 小江一把夺过他手中的 粉色胖子 你又不是风济 不对 宿舍反应过来 这不是我的 是小满洗澡时 我发现在他旁边发现的 洗澡 小江和斐然实话了 小满洗澡 你为什么在他旁边 他们一同想到 那件粉色胖子是小满的吗 师蕾问道 对啊 他二话不说就揍我 宿舍喊 你这是做贼心虚 小满有口难辩 整个宿舍陷入了寂静之中 天哪 小满 你是偷了喜欢女生的贴身内衣吗 是巨乳派的同事 还是胖子呢 小满只是不断地攻击室友的脸 我不是 他反驳道 然而问他怎么解释这件内衣时 他又闭口不言 这不是他的 斐然说 你们可能不知道小满家有两个姐姐 一定是收拾衣服时拿错了 斐然替他解了围 帮他扣上扣子 小满非常不好意思 一把从小张手里 抢过的胖子还给小满 在一旁叮嘱小满在男生寝室里要小心 室友依然觉得这顿打过于重了 然后斐然谈了一下他的额头 没弄清真伪还犯别人私物 该打 他还批评了一番 他们在寝室里一观不准的样子 这时宿管大爷来了 第一天就在宿舍里私自逗 你们306房明天到我办公室集合 小满的衣物里发现了女士内裤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学校 小满肯定不会但偷女士内裤这种事情的 珍希听到传言 想到 他是gay 要偷也偷男士内裤 他思考起来 真可以啊 教室里珍希的桌子 被恶意的话涂满了 同学们纷纷为他抱不平 珍希并没有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在还是孩子的时候 他就习惯了 仅仅是这种程度 真是毫无意义 这时斐然出现了 帮他缩小了可疑人员的范围 这时得上报 侮辱同学 破坏公务 还欺负到学生会成员头上 斐然给珍希出头的是 被班里的同学议论起来 他们简直是同学们心中标准的 学生会精英情侣范本 听到这些话 珍希露出了笑容 我的努力和优秀 足以压垮你们 关于这个事的处理 回头开个会 这时 斐然说着 快不离开了 这么早就要去处理工作 珍希问 不 是小满那边稍微有点事 斐然匆忙就走了 回头见 另一边 宿管老头正在教训他们 不管老头觉得这个宿舍的人 没几个好东西 因为小满是现任校霸 他就把这次的事 直接归在了他头上 小满委屈地低下了头 老头还在喋喋不休 这时斐然进来了 关于这个事 我想和您谈一下 看到是斐然 老头同意了 把他们几个 推到外面去反省 怎么办 感觉老师对我印象好差 小满沮丧地说 怎么办 该怎么安慰小满 施雷想 不要难过 我一直觉得小满 他说不下去了 这时斐然出来 抓住了他的手 我一直觉得 你小子gay gay的 他面笑心不笑地说 走吧 老师那里已经说好了 斐然对小满说 小满瞬间惺惺眼 你居然说服老师了吗 我只是帮你争取到 一个观察器 斐然谈了一下 小满的额头 如果这周宿舍 平分不及格 你就要退宿 不过放心吧 他牵起小满的手 有我在 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他在小满的手心里 留下电话号码 有什么问题 就来301找我 或者打我的电话 小满安心地握紧了手 两天过去了 宿舍都无不良记录 胜利在望 斐然和小满 幼稚地庆祝起来 这时斐然注意到 有几个穿黑衣服的人 跑进了学校 怎么了 小满问 刚才那两个 是珍惜家的保镖 斐然说 很可能 珍惜出事了 在器材室里 几个女生们正围住珍惜 言语羞辱她 你以为 斐然会喜欢上你吗 做梦 他们说 真是够了 珍惜嫌弃地说 以为谁都跟你们一样 看到雄星就走不动路 见到个帅的 就两眼放光 马上给我退出学生会 让一个女生 拎起珍惜的领子 不然我就让你好看 那你们想做什么 都和我没关系 珍惜说 在她的背后 藏着一支录音笔 所有恶劣的手段 都只能衬托你们 像一个跳梁小丑 她想 而我没空陪你们玩 就在这时 其中一个女生 发出尖叫 她指着上面 小满贴着窗户 看着他们 隔着玻璃 他们听不到小满的声音 不能欺负同学 小满敲着窗户 学生会规定文件说 要和谐相处 团结友爱 共同进步 这时 她终于推开了窗户 珍惜惊讶地 看着这一切发生 小满从窗户里 稳稳地跳下来 果然还是这样 走捷径比较快 本来英雄救美的场景 最适合自身梦幻爱情 珍惜想 小满看向珍惜 珍惜 你没事吧 珍惜一下笑了 虽然可惜 但她很高兴 对面的女生非常不满 推了一把小满 什么都不知道 就别管闲事 小满刷的一下出拳 把她们逼退几步 我对你们的私事不感兴趣 但我的职务 就是对付你们 小满说 你是觉得 我不会对你们出手 女生们纷纷退开 叫嚷道 她不敢打的 要是动手 肯定会被处出学生会 在你准备开除之前 你们肯定会被退学 这时 斐然出现在门口 我保证 她说 斐然 你不要被她骗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女生们解释说 不管怎样都散了吧 斐然说 女生们低着头 从她身边跑过 斐然冷漠的眼神 让女生瞬间被吓出眼泪 斐然 你的小粉丝们 越来越没礼貌了 珍惜说 我道歉 斐然说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珍惜问 看到了你的保安们 肯定是有了异常 他们才会冲进学校 无法定位的地方 在学校里没几个 你真冷静 珍惜笑着说 不过小满从这么高的地方 跳下来就不怎么冷静了 但还是谢谢你 小满顿了一下 珍惜 你真的非常坚强 像你这样的女生 小满笑着安慰道 你们都是女主角哦 珍惜待住了 珍是的 说这样台词的人一般都是可以攻略的男主角了 算了 她想 当朋友也不错 过段时间是我生日 小满来参加 我的派对吧 珍惜笑着说 拜拜 等一下 小满说 录音笔可以给我吗 他们已经被教训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斐然看到小满会用成语 特别高兴 珍惜把录音笔给了他们 这时 小满接到了师蕾的电话 宿舍又被扣分了 热得快就是他们被扣分的原因 小满不知道这的话是什么 但是她的室友们说这是在她的床位找到的 小满听到后瞬间把这个热得快掰弯了 看小满的反应就知道这肯定不是她的东西 很可能是上一届留下来的 但既然被收了 为什么热得快还在这里呢 因为有两个热得快 师蕾说 如果这个也被发现 那小满就要被退宿舍了 多亏师蕾情急之下 把一个热得快塞在了裤裆里 小满听到这个 瞬间丢掉了手里的肉热的快 正好砸中了师蕾 师蕾在小满床下发现了这个 所以 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床位 小满问 师蕾愣了一下 脸红了 另一边 斐然在房间里自习 听到小满宿舍传来的喊叫 她忍不住担心起来 而且她的室友也夜不归宿 想到这里 她握紧了笔 小姜那边 她正在解决在北区闹事的人 真没用 晕过去了 什么都没问出来 二姐踩在一个人身上 大姐夫跟小姜打听小满的事 小姜告诉她 斐然的态度让人在意 她对小满住宿这件事太上心了 一般兄弟不会关心到这种程度 大姐夫笑了 说是小姜对小满的事太紧张了 终于他们收工了 小姜重新戴上兜帽 走入雨中 如果斐然只是发现性别倒还好 就怕没那么简单 学生会办公室 珍稀正在看报纸 北区出现血迹 多人打斗痕迹 疑似帮派火拼 小满注意到报纸的内容 紧张地借来查看 以前就算有人闹事 也能处理得好 现在居然都上新闻了 小满心想 等不到周末了 现在必须回趟家 既然这么担心 就请假回去吧 斐然在一边说 盖学生会特批账 给你开个后门吧 小满看着斐然很感动 谢谢你 小满抱住斐然 斐然害羞了 老师不在 小满直接把请假单放老师桌上了 回家要紧 当他走后 老师桌边出现了一个身影 小满带着报纸回了家 姐姐们心虚地安慰他 报纸上的事与我们无关 小满将信将疑 姐姐们再三保证 他们把小满拉去休息了 小满走时 又一次确认 武馆和北区的状况 姐姐们又向他保证 反倒是你 如果你在学校发生什么 一定要跟姐姐讲哦 姐姐们对他说 小满笑着点点头 他觉得宿舍的是他能解决 不能让姐姐们担心 等小满走后 姐姐们暗自下定决心 要好好加油 不能让小满担心 但当小满回到学校后 迎接他的 却是他被退诉的消息 这其中 有一定有什么误会 小满心急地说 我明明把请假条 放桌子上了 宿管大爷 一听更生气 你撒谎 哪有什么请假条 其他室友帮小满坐镇 但宿管老师 就是没有收到请假条 像你们这种坏学生 我见多了 就会为自己找借口 不懂反省 无论他们再怎么解释 大爷就是认定 他们人品有问题 小满非常伤心 他刚刚还答应了姐姐 他绝不能在这个时候被退诉 突然宿果大爷的门被打开 斐然说 假条是我亲自盖的章 但老师依然坚持 假条他的确实没收到 程序上确实过不去 不如这样吧 老师 斐然握紧小满的手 从今天起 小满住进我的宿舍 由我全权监管 小满惊讶地抬头 听到斐然这么说 老师想让步了 斐然顺势给老师搭了一个台阶 接着 斐然就拉着小满走了 老师觉得 斐然今天气场变得很可怕 走的时候 斐然为他把门坝砸化了道歉 没事 到时照价赔偿就好 老师安慰道 这时 斐然回头说 您貌似 有点看不起所谓的坏学生 其实我也有看不起的人 老师冒出一个问号 斐然接着说 比如 秃头 老师五雷轰顶 小满被斐然牵走了 第一次看到斐然这样 小满想 为了我 突然斐然停下了 回头跟他说 我们可是室友了 小满脸红了 由于身份原因 小满自己把东西搬进了新宿舍 来到两人间时 小满感叹 不愧是斐然 就是优待 他看到斐然的床 趁他不在 他上去躺了一下 打滚时 正好被刚进来的小江撞见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小满砰的一下 把门关上了 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小江在门外面色阴沉 太丢人了 居然被人撞见 自己在斐然床上放花痴 小满坐在门后想 完全不想开门了 这时 斐然回来了 小满是我 斐然很贴心地敲了门 小满打开门确认了一下 小江不在 斐然解释了小江的去向 斐然解开领带 小满看得心跳加速 因为小江没睡过几次 所以小满可以直接在小江的床位上 暂睡一下 斐然先去洗澡了 小满难以平复自己的心跳 幸福来得太突然 她想 在浴室里 斐然也很烦恼 她有很多问题 想问小满 两人隔着门板 各有心事 但都决定 为了维持现在的关系 要假装下去 斐然正离小满一门之隔的地方洗澡 小满开始想象 斐然美好的肉体 这时 学生会的一名成员打来电话 小满敲响斐然的门 想把电话给她 敲了几下都没有开 小满贴近门板 导致在门打开时 一把撞上斐然的胸肌 两人皆是一愣 小满迅速推开了她 把手机给她 斐然接过手机 就把门再次关紧 两个人都很脸红 同居真是一件痛病快乐的事 晚上 斐然看着小满 一直在看她发呆 主动帮她辅导作业 然而 斐然靠得太近 小满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 斐然发现了 这一点迅速离开了 斐然回到自己的座位 想起刚刚看到的 小满后颈的那块皮肤 他们同时想到 真糟糕 才第一天 就感觉自己快把持不住了 一切都是小满梦中的场景 早上被斐然叫醒 做什么都能一起 亲密无间的距离 但总觉得在暗时待下去 她要狼心大发了 仿佛听到了她的想法 她的室友们把她的剩下的行李 给他们搬来了 小满连忙留他们多坐一会儿 原室友也想多找小满来串门 虽然斐然不愿意 但小满很恶意 我们和小满可是有的同学情谊的 他们懒着小满说 斐然微笑的脸出现了裂痕 她啪的一下 把他们赶了出去 又便回独处了 小满安慰自己 总要习惯的 斐然再次靠近她 小满又闻到了 让她心跳加速的气息 所以 她把衣柜门把拉坏了 同居习惯不了一点 由于衣柜门完全关不上 小满只好把私人物品 放在其他箱子里 她把箱子放在衣柜顶上 斐然回来时忘了敲门 吓了小满一跳 趁着斐然转过身 小满决定要赶快收拾 突然 小满发现斐然在喝水 因为背过身看不到 所以她就找了个镜子 镜中 斐然喝水的画面非常性感 她注意到了小满的视线 回过头看 他们对视了 小满慌张地解释 出门夜跑 冲刺平复心情 在宿舍里 斐然总觉得 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时 小满收拾的东西掉了下来 东西充满了女生气息 斐然觉得 小满男扮女装来学校 还带这些非常不谨慎 为了避免尴尬 她默默地帮她收好 这时 斐然看到了小满掉出来的胖子 她脸红了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 随便乱放 第二天 斐然照例叫她起床 你倒是睡得香 我却要因为你而心神不宁 斐然想 斐然叫了好几遍 小满也不行 甚至抱住她 把她当成抱枕 扑倒在了床上 继续睡 在梦里 小满以为抱着自己 不断扑腾的大白鹅 在现实中 小满不断蹭着斐然 斐然叫也叫不行 当斐然想推开小满时 小满一把抱紧了斐然 压在了斐然身上 斐然感叹 小满睡迷糊了 力气还这么大 怎么就没有一点防备心呢 她想 在小满的梦里 她的大白鹅 一直想飞走 小满觉得支不住她 对着大白鹅的脖子 狠狠咬了一口 这一口 让斐然某个难以言喻的部位 知其其了 斐然满脸通红 一把推开她 小满啪的一下撞到了墙 小满睁开眼 总感觉做了个奇怪的梦 她发现 斐然一大早就在洗澡 就在这时 小江进来了 小江你怎么来了 你是来收拾剩下行李的吗 小满说 抱歉 这几天都睡你的床 恰好撞见洗完澡的斐然 斐然向小江要钥匙 小江注意到了 斐然脖子上的咬痕 谁说我要搬走了 小江说 以后要继续指教了 斐夫会长 终于露出你的爪牙了吗 斐然说 江淮海 这时 小江把眼镜摘下 小满惊讶地发现 他竟然就是他的师兄 小江 晚上 小满睡在他们中间的床位 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 他最喜欢的男生 和最熟悉的男生 都在旁边 而且因为强行塞下第三张床 以至于之间的缝隙 约等于零 感觉打个滚 就能滚到斐然身边 小满看着正在看书的斐然 他抱着自己的枕头 响入飞飞 向小满 你今晚一定要克制住自己 我看书打扰到你了吗 斐然说 小满慌忙挥手 那就快睡吧 斐然微笑道 小满答应了 害羞地翻过身 该好 别着凉了 另一边小江 帮他噎好被子 小满看着小江想 虽然他没有说 为什么在学校 还隐瞒身份 但一定有他的原因 如果有什么问题 一定要告诉我 小满说 我们一直是一起 解决问题的 小江想到了小时候 小满为他撑伞的场景 小时候 小满牵着小江的手 把他带到了屋馆 长大一点 小江跟在小满后面 帮他摆平事端 想到这小江笑了 知道了 他说 摸了摸小满的头 看到他们其乐融融的氛围 斐然觉得十分碍眼 小满睡得正香 把被子蹬到了一边 睡在旁边的两人 同时想帮小满盖上被子 这么晚了 江大师兄还不睡吗 斐然问 半夜房王要紧 副会长不也还没睡吗 小江一分不让 他俩扯着被子 气氛紧张 幸好我起一心 查一下这家伙 斐然想 虽然之前把你误会成gain 但我知道你一直垂涎小满 斐然一向心机深沉 小江想 别以为我小满喜欢你 就能为所欲为 小满浑然不觉地 朝斐然那翻了个身 小江十分不爽 他把小满压正 小满又翻向小江那边 斐然又把小满压正 这样的行为 在这一晚上 重复了许多次 第二天起来 小满觉得格外疲惫 难道是鬼压床了吗 学生部正在开会 小满捂着肚子 斐然很关心他 我去趟厕所 你们继续 小满说完就跑了 斐然的视线 飘向小满的座位 突然 他瞪大了眼睛 紧张起来 南厕所里 小满检查自己的状况 完了 小满抓着头响 这是小江敲响了门 真是的 你忙得怎么连姨妈气的日子 都忘了 他给小满送来了卫生巾 还好有你在 小满感激地抱住他 小江催他去收拾 在学生会里 斐然慌忙地 用文件掩盖小满留下的血迹 不好意思 大家 小满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今天不舒服 想请假回宿舍 快休息吧 你的工作 就让其他人代班吧 珍惜说 我可以帮忙承担些文案工作 他拿起斐然 放在小满凳子上 用来掩盖的文件 斐然来不及阻止这一切 凳子上的血迹 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暴露性别最尴尬的方式 不过如此 小江眼急手快 把椅子丢出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回来的小满 紧张地看着一切 只能用那个借口了 斐然想 其实小满最近痴疮犯了 他和小江同时开口 小满最近肠胃炎尿血 他们都对对方的借口非常不满 你们的室友 是同一个小满吗 学生会的人很疑惑 最终小满开口了 其实得了重症 小满流着眼泪说 刚刚把吐在手上的血 不小心擦到椅子上 这个借口更加离谱 斐然和小江都觉得混不过去 然而他们还是支持了他 这是真的 我可以作证 小江拍着他的肩膀说 斐然一开了小江的手 原来是这样 你居然隐瞒了我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能一个人扛 斐然引地上身 事到如今这么烂的借口 都说出口了 那我也只好 斐然无语地想 他点了小满的穴 小满瞬间瘫乱 斐然顺势把他带走了 小满得重病的消息 传遍了学校 校门口斐然抱着小满 把他放进轮椅中 我们是好兄弟 这是应该的 斐然拍了拍小满 然而下一秒 小江推走了轮椅 斐然不甘示弱 用雨伞绊倒了小江 他们两人顿时吵起来 只有小满的轮椅 还在向前冲 小满的脸色 看起来真的很差 自己编的谎 跪着要圆回来 吃饭时 斐然给小满 打了很多小满爱吃的 斐然用勺子喂小满 小满觉得十分幸福 能得到斐然的贴身照护 他突然觉得 装病也是件好事 斐然直接用着 喂过小满的勺子吃饭 间接接吻了 小满想 然而 接着小江打破了这一切 学生会的同学提醒 他们下午是体育课 小满完全忘了这件事 每回体育课换衣服 他都是自己偷偷去的 这回怎么办 小满紧张地想 斐然和小江 争着帮小满换 你们就不能请个假吗 学生会的同学 在心里吐槽 还是小满第一次 在全市男生的更衣室里待着 更衣室的男生们 对斐然出现在这里 非常惊讶 斐然捂着小满的眼睛 让他避免看到 男生们更衣的样子 好巧啊 你也是体育课 施磊说 你生病怎么不和我讲 太不够意思了 他也想帮小满换衣服 被斐然和小江 一手一边 嫁走了 万一是你斐然和小江 把小满挡在角落 你们倒是快话啊 施磊催促 这么莫见 还是我来 小满被夹在斐然和小江中间 有些紧张 小满向小江求救 小江刚想开口 就发现男生们都盯着他们看 没事没事 你们继续 男生们假装在干自己的事 他们只是在好奇 小坝是不是资本雄伟 外面传来了老是催促的声音 斐然把小满按坐下 他指挥小江挡一下大家的视线 斐然拉开了小满的领带 小满瞬间脸红了 小江抓住斐然的手 不让他再动一下 怎么 斐然说 小江沉默 他一下把小满的外套脱掉了 小满紧张地看着靠近的斐然 你们 斐然帮小满解开衣服 小江帮小满脱掉鞋子 袜子就不用脱了吧 小满紧张地说 然而小江只想拖延时间 斐然将要看到小满的束胸 小满将胳膊抬起 捂住自己发红的脸 扣子 我自己来 他脸红地说 斐然脸红地点头 斐磊在更衣室里看着他们 虽然全被他们挡住了 但他的心跳还是好快 一位同学带斐磊离开 也催促小满他们快一点 斐然把小满挡住 两人都十分脸红 斐然解开了小满裤子上的腰带 突然发现 小满用手捂着脸 血从手的缝隙中流下 我好像发病了 小满说 我想请假 本来 只想咬破嘴唇装吐血 小满崩溃的响 没想到太紧张 咬破舌头了 我去帮你请假 斐然说 但小姜快他一步 直接抱起了小满 我带小满回宿舍吃药 他迅速跑走了 小姜再给小满的舌头上药 抱歉 没能救你 还害你用这种方式结尾 小姜道歉说 没事 是我自己太慌 下次我自制个血包 小满无法说话 只能举着牌子 小满 不然我们还是别装病了 这么辛苦 还总是出意外 小姜一边给小满上药 一边商量 但小满拒绝了 想太多了 张嘴 小姜说 恐怕不是误会那么简单 不能再放任斐然这样了 小姜想 小满张着嘴 呆呆地盯着小姜 看的样子 让小姜很受不了 小满很疑惑 但是你在我眼前 我只能这么看着你啊 小满举着牌子 依然睁着大大的眼睛 小姜干脆上前 捂上了那双眼 他们近的 能听得见彼此的心跳声 小姜贴着自己的手 你当然 必须只能看着我 下一秒 小满用本子拍了她的脸 不能随便对女孩子 做这种举动 她教育到 小姜刚想解释 斐然就出现在门口 小满身体不好 小姜 你最好还是克制一些 她提醒着 小满推开小姜 咳嗽起来 喝到斐然给她端的水 小满很开心 小姜把斐然叫了出去 他们来到门外 进行了一番试探 你怎么会相信 小满得了重病这种借口 还陪她掩下去 小姜问 斐然沉默了一会儿 我和她是很好的兄弟 斐然平淡地说 倒是你 她拿出小姜藏着的 小满的发夹 隐藏着对小满不单纯的心思吧 小姜瞬间想把发夹抢过来 但被斐然一下收回去了 她指责斐然翻她东西 而斐然觉得她放在枕头 这么显眼的地方 要不是她敢在小满发现之前 帮她收好 她威胁着小姜 你觉得小满知道 你的心思后还会跟你如此亲密吗 那可是对你像亲人一样 毫无保留的信任 小姜一把把发夹抢过来 她拿出裤兜里的请假条 给斐然看 小满知道她所谓的最好兄弟 实际上一直在背后暗算她吗 小满在室内等他们 斐然看到那张请假条 面色阴沉 小满坐在寝室里 寝室的氛围有点尴尬 是不是刚才我用本子拍她脸 让她在斐然面前丢了面子 小满想到 小姜整理着衣服 小满扯了一下她的衣角 小对不起 小满举着牌 小姜看到小满 叹了口气 她摸了摸小满的脑袋 你真的知道 为什么要向我道歉吗 小满头上冒出了问号 小姜放弃了 一会你陪我去练功吧 小姜说 小满答应了 就当赔罪了 小满去帮小姜拿运动服了 小姜在宿舍里回忆起刚才 她与斐然的对峙 所以呢 斐然问 看不清神色 打算用这个来挑拨我和小满 她笑了 自信地说 有本事你就来啊 我等着 小姜握紧了拳头 值班表上 斐然和小姜都变成了早班 他们提出了不同的理由 不惜找一些离谱的借口 有同学注意到 珍惜最近心情不好 晚上讲作业时 小满在发呆 斐然用笔戳向她的脸 开小差的话 会有惩罚哦 我也来听听 讲到哪了 小姜也凑过来 当小满问起原因时 小姜打了直球 小满立马严正地纠正了她 不要学那些奇怪的辽媚技能 小满 补课要专心 斐然提醒她 墨下来就给你奖励 被小姜瞪了 他们坐在一起学习时 气氛暧昧 小满满脑子都是斐然的帅脸 靠得太近 小满根本不能思考 小姜及时解救了她 你这么紧盯 会影响她的发挥的 被斐然讽刺了 你看起来好相处 小姜讽刺回去 实际上根本没人真正了解你 我在意的人 了解我就够了 斐然说 他们又吵起来 你真的愿意那个人 知道你隐藏的秘密吗 小姜说 比如 你新年时去祭拜了谁 斐然神色冷淡 你再怎么着急了解我 也麻烦忍住 终于他们不吵了 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小满拿着语文课本 心想 突然 她从语文课本中 翻到了一张请假条 她顿住了 斐然在小姜身后 看着这一切 我的请假条 怎么会在这里 小满问 抱歉 小满 小姜想 在她的脑海里 斐然和小满 仿佛站在悬崖上 我本来没想这么直接的 但是 为了保护你 小满 在她的想象里 斐然把小满推下了悬崖 小满难以置信地看着斐然 就必须让你认清一些人 知道真相 斐然站在悬崖边 看不清表情 小满向下坠落 而小姜渴望 她是那个能接受她的人 但就在这时 想象中的斐然 把小满扯到怀里 是啊 好奇怪啊 现实中的斐然说 为什么小满的请假条 会在你的课本里呢 小姜 小满翻到课本第一页 写着江淮海的名字 小姜呆住了 我亲自盖的章 却消失在办公室 斐然思考着 最后害得小满 差点被退射 江大师兄 你有什么解释吗 斐然将矛头指向小姜 小姜紧张着 有口难辨 在她眼中 斐然也然成了一个恶魔 嗯 斐然无辜地歪了下头 我 小姜说 却没说出来一个字 怎么了 小满想 吞吞吐吐 一点也不像她 这时 斐然解了围 前几天看到你 从社馆办公室出来 斐然笑着拍上了 小姜的肩膀 一定说为了小满 去办公室找架条了吧 小姜愣在原地 天真的小满 一下就接受了这个说法 无论如何 影响不大 但在他们之中 小姜此刻显得十分尴尬 斐然找个理由离开了 宿舍中 只剩下小姜和小满两个人 你会一直相信我吗 小姜问 当然啊 小满笑着说 小姜 是我最信任的家人 小姜感动地抱住了小满 你要记得你的话 一直相信我 小姜想 因为我永远不可能伤害你 斐然看着镜中的自己 想到那晚他们的谈话 露出了笑容 江淮海 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她想 这只是 一个小小的警告 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 包括小满 斐然拿起毛巾 擦干了脸 毛巾背后 她的眼神阴暗而冰猛 绝不会离开我的掌心 新校服发下来了 是小满期待已久的夏装 小马想象中的自己穿着裙子 非常可爱 但现实里 她只有男生的夏装 但她能看到 斐然穿夏装的样子 一定很帅 小姜制止了斐然当众换衣服行为 我只是解下扣子 斐然说 别一挤多人 斐然发现 小满盯着她看 问她 想不想换衣服 知道你害羞 斐然笑着说 把小姜领走了 我们不打扰你 门啪的一声关上了 门也上了锁 小满脚顿时觉得 她是被斐然和小姜倦养的压压 周末到了 小满和小姜一同回家 在路上 小姜问 你为什么会喜欢上斐然呢 怎么突然问这个 小满满脸同红 小满也说不清她 为什么会喜欢斐然 斐然的一切 她都喜欢 那你有没有想过 斐然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吗 小姜问 小满 每个人都有很多面 小姜说 斐然一直给你看到的 是她想给你看到的那一面 小满看着小姜 捏了捏她的脸 你是对斐然 有什么误解吗 突然说这个 小姜刚想解释 小满就说 今天斐然也找她说过了 她说 她也想和你好好相处 但感觉你们的关系 最近有点僵 你也需要更多朋友 小满的一席话 将小姜定在了原地 我最喜欢的人和我最依赖的人 我希望你们一直好好的 实在是太狡猾了 小姜想 她只好答应 但小满回来时 心情却很低落 小姜的话让她想到了 她匆匆一瞥的斐然的另一面 回宿舍后 小满第一时间跟斐然说起了 小姜答应 会试着和你好好相处这件事 被小满完全信任的感觉 斐然想 真是出人意料 她靠近小满 这么乖 以至于 她的手搭上小满的肩膀 进一步拉近他们的距离 让人忍不住想据为己有 这时 从窗户那出现了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 真是打扰了 男人说 没想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斐然你人兴趣向都换了吗 那个突然出现的男人 也就是学生会长 他回来的消息 瞬间传遍了校园 真是好久不见了 男主 会长大笑说 他只穿了条内裤 非常不雅观 一上来 他就用袭击 给男主打了招呼 袭击的力道 惊到了小满 别看 会长睁眼 男主抽空说 然而小满看到的 是充满着力量的身体 男主慌了 难道小满喜欢这种类型 当小江推开门时 看到房间变成了四人间 而会长躺在了中间 会长介绍了自己的出现的原因 然而 小江把门拉开 您慢走 男主也不想让会长待在这儿 当他们在争吵时 小满却表示 如果只是几天的话 他没意见 小江和男主都震惊了 正当会长 想要拥抱小满时 小满却严肃地教育了 会长对待父母的关心时 应有的态度 就这样 他们成为了好兄弟 然而小满心里想的是 一定要跟会长过上两招 夜晚 小满被声音吵醒了 后来 男主和小江 也被声音声吵醒了 这些喘息的声音 听起来像是小满和会长 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声音 男主和小江都想入飞飞 终于他们难以忍受 挺起身来 你们大半夜的到底在 男主说 然而 会长和小满却在半夜 举铁 小满 你还记得你是女生吗 男主想 小满对强者的执着 果然永不停息 小江想 运动中 会长非常闪亮 一起来吧 有机会 男人会更受欢迎的 他邀请到 会长和小江一起被震惊了 小满果然还是欣赏这种类型的吗 第二天上学时 小满神采异议 然而男主和小江 却格外疲惫 看到他们的同学一脸震惊 发生了什么 他想 男主和小江 一脸被榨干的样子 会长正在开直播 大家好呀 今天为大家直播 重回高中生活 你压根就没顺利毕业 装什么校友回访 斐然和小江 在心里吐槽 这时 会长把镜头对准 小江和斐然 说是为了展现明辉的颜值 不要以为你是校长儿子 我就不敢揍你 小江抓着校长说 小满解救了会长 会长顺势给大家介绍起小满 帅嘛 帅就把礼物刷起来 为什么弹幕里有人说 你得了重挣 会长问小满 小满想起来 还有这件事 他自己都忘了 斐然从会长身边 把他抱走 会长特别不理解 为什么小满会得重病 然而斐然 只想让会长离小满远一点 决定了 从今天起 我带你一直提至特训 会长得出结论 火力全开 而斐然在 一边捂住小满的耳朵 运动类的特训 完全难不倒小满 当小满动作不标准时 会长直接上手帮他纠正 斐然拿走了 正在直播的手机 弹幕正在说 护期狂谋斐然还有105秒到达战场 你们的主播该去上课了 他凶巴巴地说 怎么 会长呵呵一笑 斐然也想加入特训吗 小江也对会长 一直站着小满刷人气的行为非常不满 抱走了小满 会长很无语 但这时他看到了斐然和小江 都围绕着在小满周围的场景 他突然开窍 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特训从两个人变成了全员特训 有帅气的学院偶像 学霸斐然 深藏不露的学生会小江 潜力鼓 有校花珍惜等优秀的人 他们组成了学生会 还有公认的校霸小满 会长觉得小满跑得太轻松 干脆抱住了小满 给他施加压力 看到斐然和小江不断追赶他们 会长用激将法让小满越跑越快 同学们看小满状态还可以 怀疑起他得重病的传言 大家起疑了 小满想 是时候用上那个道具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包假血 咳嗽起来 小满血流了满嘴 看向大家 抱歉 我发病了 正当小江在感叹 这个血太假了的时候 斐然从他身边跑过 紧张地揽住小满 小江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被斐然揽着 小满心跳加速 斐然直接抱起小满 从人群中走过 这时 斐然发现了什么 他仔细闻了闻小满血迹的味道 这是番茄酱的味道 斐然崩溃的响 同时 小满脚满脸通红 斐然靠得太近了 全是斐然的气息 小满害羞的响 此时 斐然有些尴尬 小满默默留下了鼻血 斐然一时有些无助 不好了 小满更严重了 小满在医务室醒来 小江谈了小满的额头一下 太乱来了 小江教育到 事情越闹越大 再装下去 收不了场了 大姐夫在一边补充 当时 你们还开着直播 闹得你的姐姐们都知道了 差点冲到学校来 幸好被我拦住了 真的非常对不起 小满道歉 我们还是转回北区 小江说 所以 你其实没有生病吗 施磊突然出现在一边 他跑上前 不顾小满的解释 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担心 你的人的心情呢 他认真地问小满 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为你做了这么多 小满想到 当时斐然紧张的神情 啊 斐然 小满突然下床 他送你到医院后 就回教室了 大姐夫说 施磊很委屈 他明明指的是 这几天 有空就为你查症状和医生的他 但小满却只想着斐然 这时 小满蹲到他旁边 谢谢你提醒我的任性 我对朋友太不负责了 小满专注地看着他 你也为我担心了很久吧 你手上都是医院的资料 施磊有些被感动 谢谢你 小满说 施磊刚刚生气的心 有些动摇 然而小满下一秒就跑走了 会长在教学楼顶找到了斐然 会长还在说他因小满出事而收到礼物的事 你居然能看出小满是装病 斐然问 会长骄傲地说 我又不是傻逼 当然看得出来 斐然反驳说 作为你儿时的玩伴 我表示 你还真就是傻逼 风从他们身边经过 怎么 心情不好 会长问 只是有点郁闷 斐然说 他捂住自己的胸口 对那时看到浑身是血的小满 而失去理智的自己 感到郁闷罢了 斐然问小满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你的装病是有苦衷的 小满扶着他的膝盖 缓缓地说道 是 但是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你生气是应当的 斐然看向小满说道 我没有生气 最要紧的是你没事 斐然起身拍了拍衣服 说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小满和斐然 一起身离开 小满在心里暗暗地想 斐然为什么不问我原因呢 觉得斐然的回应 很疏远冷伴 斐然一定还是在生他的气 另一边房间里 管家向珍惜说 向小满在北区的学生档案 给他带来了 珍惜问到结果怎么样 专家说 正如小姐猜测的那样 珍惜缓缓说道 我知道了 画面转到学校 会长非常热血地说 要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新鲜的节目 有关于高中生急救 和女生防狼的特辑 同时 小满也在旁边非常认真的希望 学校里的女孩子们 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接下来 会长拍了拍斐然和小满的肩膀 说 让斐然和小满 做接下来的演示嘉宾 但是 斐然将会长搭在他肩膀的手拍掉 非常冷淡地说 我没兴趣 会长就劝导 让斐然不要那么冷漠 要有身为副会长的责任感 斐然背过身去 缓缓说道 你自己先培养好自己的会长责任感再说 小满为斐然的冷淡暗暗难过 下一秒 小满突然地向斐然冲去 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胳膊 并坚定地说一起吧 斐然 斐然想要用劲 抽开小满拽住的胳膊 但是发现纹丝不动 同时 会长在旁边全程直播 没办法 斐然只得同意 下面他们开始演示 如何防狼 斐然将手搭在小满的肩上 装作变态 小满心想感觉斐然毫无干劲 而且离自己很远 很难走击到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演示继续 斐然依然比较不配合 会长大喊 你们怎么不动地继续啊 斐然冷冷地说道 大概示范一下就好了吧 没必要完全展现 何况你还想让小满真的踢吗 小满心想 又来了这种奇怪的感觉 他又变成了 疏远冷漠的状态 感觉无论做了什么 都会回到最初 一切都毫无进展 小满突然大声说不可以 将斐然扑倒在地 双手撑在地上 对着他的脸 坚定地说道 会长 接下来交给我了 斐然 不会让你再逃避了 小满想 小满凑上前去 稳住了斐然 在小满做出这一举动的同时 直播也在继续 大家都在弹幕上表示惊讶 大叫起来 斐然正正地盯着小满说 这样会不会太过了 小满说 斐然这可是教学还没结束 你想去哪 弹幕上 大家议论纷纷纷 有的说真看不出来 小满能为了一个直播 毫不避讳男生的嘴 有的表示 赶上这趟直播 真的是太赚了 有的有的习以为常 觉得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慌乱中小满 拉开了斐然的衣衫 露出了清晰的锁骨 小满慌忙道歉 斐然说道 只有斐然 才会受你影响 而我不会 斐然扭身将小满压在身下 说 各位观众 真是不好意思 刚才小满的人工呼吸示范 是错误的 小满紧张地叫斐然的名字 猝不及防 斐然的唇 贴上来小满的唇 画面一转 小满站在椅子上 插着腰盯着斐然 斐然说 小满 你到底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小满说 看到你不再继续躲着我的时候 斐然写着字 我没有躲你 小满生气地 将手撑在桌子上 骗人 他说 你从前天开始 就不敢在正眼看我了 还敢狡辩 来人就要敢做敢当 紧接着 小满将自己的手 捧在了斐然的脸上 深情地盯着斐然的眼睛 说到斐然 我说过 不会再让你逃走了 就在这时 会长被小江单手拎了进来 会长大喊道 斐然救命啊 并连滚带爬地来到斐然身边 抱着他的胳膊 怎么回事啊 斐然说 你好好说话 会长说 我今天准备了特别好的直播题材 情侣健身姿势 正带着粉丝们满学校找你们 斐然后怕地想到 幸好中午跑得快 会长接着说道 结果教导主任冒了出来 没收了我所有的设备 甚至还想带我去见家长 身后传来了教导主任威严的声音 不好好读书 还扰乱学校秩序 你是想上天 小满着急解释道等一下会长 只是在刻余时间做做直播 教导主任打断了他说的话 指着小满说 你自己就是一个问题生 就别操这份心了 然后主任就把会长带走了 并丢给了小满一份报纸 小满和斐然打开报纸 一看 上面标题写道 裴然副会长不交女朋友的谜题 终于揭开震惊 紧接着 裴然就把报纸给撕碎了 小满对斐然说道 现在该怎么办 得把会长救出来 斐然淡淡地说道 安心吧 老师也是为他好 他留机家离家出走 本来就该好好反省 可是小满还是担心地问道 如果不管的话 会长会被退学吗 斐然喝了口茶 没有做什么回应 小满接着问道 难道已经有对策了 看起来胸有成竹的样子 画面一转 小满小满对着镜头说道 大家好 今天由我给大家来直播 小江在小满的身后默默地说道 小满你镜头歪了 看不到你的脸了 他们俩走到屏幕前说 因为你们的主播临时有事 这次我们临时顶上 其实在半个小时前 他们俩就找了校长 我儿子给学校添了很多麻烦 校长说 作为校长 我已经决定 按照校规处置 绝不心软 所以你们也不用白费口舌 我了解我儿子 他们一定 也给你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高中不好好学习 逃课 留学 还每天对着手机神神叨叨 搞什么直播没出息 小江和小满默默地想 会长 你的仇恨值好高啊 但小满下定决心 一定要就会长出来 画面在转回到男小满 开直播的时候 学校的老师跑进直播中 大喊道 太不像话了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 不是你们搞男男关系的地方 第二天 在课上 小满在立起的书本中 偷偷掏出手机 打算直播校内课堂 他觉得 首先要改变老师 对直播的坏印象证明直播 也能传播正能量 再和老师交涉 突然 老师走到了同学的跟前 抽走了他的书本 大喊道同学 你在看什么 书本上面的标题写着 肥满BL同人本 像小满 老师此时也发现了小满的手机 收走了他 小满到老师的办公室 才把他拿了回来 小满 再这样下去 我就要 没收你的手机了 斐然走到小满的身后 提醒道 你这样会引来证教出注意的 不是让你不要再管会长了吗 小满说还不是斐然 总是躲着 我又不去帮会长 我才不要你管 斐然默默叹气 最终 斐然还是来到了校长室 如果你是来说服我 把他放出来 还是算了吧 校长说 小满直播 又被人抓到了 老师大喊道 向小满 给我停止直播 快从前面包抄他 小满纵身一跃 但还是被抓到了 老师得意地说 向小满你看 你还往哪跑 你能耐了 屡教屡犯 这一次 谁都救不了你 向小满心想失策了 并大喊 斐然救命啊 画面一转 斐然身在校长办公室 对着校长说 我不是来劝校长放人的 只是 如果根源没解决 这种事 还会不断发生 您懂的 校长将手托在下巴上 对斐然说 斐然 你和他不一样 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我相信 你会永远优秀 不会让我和你父亲失望 斐然露出了 萧辰的表情 至于那个孩子 你说的对 要从根源解决 说着 校长打起了电话 等等校长 您是不是误会了 斐然连忙说道 你不用再为他说话了 斐然 校长说 他也该好好反省 那里正适合 珍惜默默地站在校长办公室外 听着两个人的对话 心想 是时候结束 这无聊的骗局了 小满最后被罚写两万字的检讨书 他的说道 我果然很没用 小江摸了摸小满的头安抚道 这么沮丧 可不像你 你可是像小满 突然铃声响起 大家一边按下接通键 一边按按的心响 都放学了 怎么会有电话打到学生会 突然从电话里传来救命的声音 大家都听出了 这个声音是会长的声音 会长崩溃地喊道 这可能是我打给你们的最后一个电话了 我被困在山村里 他们不给我手机 也不给我吃的 还逼我喂猪喂鸡 说到这儿 电话里传来另一个的声音 喂 你不好好干 活鬼鬼祟祟 在这里干嘛 紧接着 电话就被挂断了 小满喊道会长 这是被拐卖了吗 斐然否认了小满的想法 心想 会长能吃能睡又不干活 谁会拐卖他 小满气愤地说道 不管怎样的惩罚不给吃 还逼干活 这样太过分了 我要去找校长 小江复合到小满 我们陪你去 斐然急忙说道 你们等等 但是他们已经消失在视线中了 斐然无奈服 心想 校长外出了呀 拜托 总是在我最烦心的时候惹事 明知道 最近我不想再被小满影响 等把你救出来 就算你打着竹马的名号 也不会轻饶了你 斐然宣布 学生会全员干部 马上集中开会 接下来等待大家的 可能是一场恶仗 久违的集体行动 珍惜倾笑道 向小满 斐然对着大家说 任务暂定成这样 等我把会长带回来后 就在这时 成员通知斐然 不好了 小满带人杀去乡下就会长 现在失去联系了 斐然面部 出现了一丝不安和慌乱 心想 我明明不想这样 不想再被小满一个举动 就轻易影响 她将手撑在桌子上说道 大家冷静 剩下的先交给你们 说着就离开了会议 路上保安认出了斐然 想要询问她要去哪里 因为现在还没有放学 但是斐然没有回答 直接跑走了 心想去她的冷静 画面一转 小满处在漆黑的山谷里 对着珍惜说道 还好你特地敢来帮忙 不过这里真的会有 会长的线索吗 珍惜答道 嗯 在这里附近捡到了她的笔 不如我们往更深的地方探 但在珍惜的内心深处想到 再往深处去 我会让你主动交代实话的 向小满 小满突然蹲下 对珍惜说道上来 下面太不好走了 不能让你受伤 珍惜顿了一下 说道 谢谢你 你真体贴 但她内心 却觉得少来了 你的欺骗我 绝对不会原谅 等斐然找到小满时 小满在用手拔着花瓣 斐然冲了过来 喊道 小满终于找到你了 没事吧 再接着她定睛一看 发现不止有小满 还有一大帮子人 有会长有珍惜 还有一大帮摄影团队 会长在旁边 哀声叹气道 怎么会发展到这个样子 旁边的摄影团队 还在喊道 休息够了 没有要开始拍摄了 斐然疑惑地说 有没有人跟我解释一下 现在的情况 最后 斐然终于得知了会长 其实是被她爸 送来这档贫富交换的 综艺节目 而小满想英雄救狗 结果各自阴差阳错 被节目组一网打尽 小满对斐然诚恳地说 抱歉了 斐然 让你担心了 斐然无奈地说道 事情已成定局 多说无意 还是早点分配住宿休息吧 明天估计不会好过 会长这时打开门来说道 有什么好分配的 男生挤一波 女生们挤一波呀 就在这时 在旁边默不作声的珍惜 扶着小满的肩说道 小满不如我们俩一起睡吧 我还没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斐然推开了珍惜 扶在小满肩上的手 说道不可以 斐然心想 以珍惜的洞察力 小满和她同住没几天 就会被发现不对了 所以她对珍惜说道 别担心会长大坏小满 她可以和我一见 珍惜说 可是第一次 在这种陌生的环境里生活 我有些害怕 这里都是男生 又不好麻烦其他人 但如果是小满的话 肯定没问题 就在斐然犹豫不决之时 小满推开了斐然的手说 你之前不是 还想和我保持距离吗 不用觉得我是你的负担 我可以保护珍惜 就这么决定了 说着 小满就拉着珍惜 一起走进了房间 珍惜对着小满说 总觉得要是你 即使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也觉得没问题 小满顿了顿 心想你这么说 我是该高兴 还是难过呢 但其实珍惜心里想 怎么会有问题呢 因为 向小满你本来就是女生 向小满用衣服 将摄像头盖住 好了 这样一来 就不用担心换衣服 被节目组拍下 小满 珍惜双手搭在小满的肩上说 你不要出去好不好 我害怕 这里这么黑又没什么灯 你在我才安心 但其实 珍惜是想再近一点 就大声把大家招进来 诬陷向小满骚扰自己 可这是向小满对他说 珍惜女孩子独自在外 小心是对的 你等我一下 小满转身把房门拉开 会长正蹲在门外 会长被吓到 盲解释道 小满你别误会 我只是路过 小满义正言辞地说 大晚上来 女生房间还敢狡辩 要不是我在 谁知道你要做什么 珍惜又失败了 小满拽着会长的衣领 把她拎到一边 要教育她 会长对小满发誓说 她真的没有想要偷看珍惜 她真的是想要去找小满的 因为这个破地方 大半夜闹鬼 就在这时 他们耳边传来呼的一声 会长将双臂 缠着小满的胳膊 他们都害怕起来 他们俩定睛一看 有人影 靠近一看 发现这人竟然是珍惜 只见珍惜蹲在地上 仰着头对斐然说话 斐然和珍惜 斐然和珍惜 靠得很近 小满难以置信地说 斐然 怎么会 会长在一边看热闹 不嫌是大 小满紧张地看他们的一举一动 只见斐然递给珍惜一张手帕 珍惜接过手帕 正在掉眼泪 小满后退一步 不小心踩到了树枝 发出声响 斐然和珍惜同时转头 望向他们的方向 只剩会长在努力解释 他什么也没看见 小满飞快地跑走了 女主哭泣 男主给女主递手帕 这大概就是恋爱小说里 总会出现的经典情节吧 小满想 他捂着自己的胸口 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好难过 第四天 综艺开工了 他们正在干农活 多亏有你 会长说 不然我一个人 肯定在节目活不下去 小满希望会长能安分点 会长满口答应 而一旁的制作组很生气 你们这么安分手挤 简直是在砸我们的收视率 小满把一捆木条 放在木条堆上 他回过头 看见珍惜和斐然 正站在一起 珍惜手里拿着萝卜 正对斐然展露笑容 珍惜不管在什么环境里 都是最漂亮的 小满想 他们的对话 听起来很像农家配合默契 互相关照的老夫老妻 小满在一旁心想 为什么斐然和珍惜 昨天晚上会在一起 为什么珍惜还哭了 因为太想知道 他捏碎了手里的胡萝卜 斐然总觉得 有一股火辣的视线注视着他 他回头想 小满今天好像格外黏人 一直偷偷关注我 小满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对他投来强烈的视线 珍惜在一边想 小满之前女扮男装耍手段 接近斐然 现在又想方设法 刷存在感勾引他 真是太不要脸了 突然他发现 小满也对他投来了强烈的视线 小江在一边提醒小满 好好吃饭 今天小满很不对劲 是发生了什么吗 他暗暗想 连饭量都变少了 餐桌背后 导演组正跟会长交代 后续拍摄事项 你们确定要这么做吗 会长问 当然 导演说 这么做 就不怕没有收视率了 会长叹息符合 晚上 大家都要去休息了 珍惜找到斐然 把昨天的手帕还给他 举手之劳 斐然说 小满看着他俩融洽的对话 感觉心脏扑通扑通的跳 再一个人 不应该是件美好的事吗 他想 他表情黯淡 为什么会在心里萌生出令自己厌恶的情绪 小江注意到了他的难过 晚上 小满被斐然和珍惜幸福在一起的噩梦下行 他只起身 决定要找斐然问清楚 突然 窗边闪过一个影子 小满想到闹鬼的传言 顿时害怕起来 第二天 他们来到了试胆挑战的目的地 众人被阳光闪得睁不开眼 我期待着大家的表现哦 导演说 要记住 你们代表着你们学校的名誉 原来 你们还记得我们是高中生 众人在心里生气地吐槽 导演提出 晚上要轮流安排首页 斐然说 附近都是摄影队 还需要我们首页 会长在一边打圆场 拉斐然去抽签 斐然产生了一些疑惑 抽签结果出来 小满是第一个首页的 小江想和小满一起首页 珍惜觉得小满一个人就行 有工作人员在 不会出问题的 小满也觉得自己 一个人可以 他对小江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夜晚 小满在篝火边 捏紧了自己身上的毯子 别怕小满 他安慰自己 封建迷信 都是不存在的 然而听到周围的声响 他越想越害怕 他把头埋进了手臂里 斐然注意到外面的动静 走出帐篷看 小满 斐然问 小满依然把自己的脸 埋在手臂里 没有回应他 是困了吗 斐然碰碰他 感受到斐然的触碰 小满一下子 扑进斐然的怀里 斐然发现 小满在发抖 有奇怪的影子 小满说 影子 斐然被小满抱着 有些害羞 什么影子 你是指珍惜吗 斐然回头 看见披着这一张毯子的珍惜 小满抱着斐然 睁开了眼 小满推开斐然 往后推 珍惜是来找斐然的吗 他低下头说 珍惜看着眼前这一幕 愣住了 撇开眼睛说 不 我没什么事 他飞快地钻进了帐篷里 接下来有我守夜吧 小满 斐然推推小满 你回去好好休息 小满恍惚地走进帐篷 对着钻进被子的珍惜沉默 他们背对背睡的 帐篷外 斐然独自守着篝火 白天 小满看到灵异现象的消息传开了 导演开心地说 你难道是灵异体质吗 为了节目效果 要不今晚你演 斐然在一边拒绝了导演的提议 被保护的感觉 让小满心跳加速 斐然看向一边的珍惜 珍惜也注意到斐然的视线 导演看着这一幕 突然发现了一个三角关系 他有了个好点子 夜晚 节目组安排大家 参加试坛大会 小江和会长一组 但小江想和小满一组 而小满和斐然 还有珍惜一组 小满跟在斐然和珍惜的后面 自卑地低下了头 斐然注意到 落在后面的小满 哎呀 真是久违的青春呀 导演对这个状况很满意 斐然虽然在看珍惜 但关注全在小满身上 这时 珍惜的手机突然 给他发来了消息 怎么了 小满问 珍惜说 他要去接个电话 斐然和小满 在这里等很久 要不然你去看看他 小满推着斐然 我在这里可以的 斐然确实有些担心 小满被斐然的表情刺痛了 我都做了些什么啊 小满想 突然 旁边传来沙沙声 会长从中冒出来 吓得小满一跳 小江对此非常生气 斐然呢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小江问 小满如实解释道 小江的表情不太好看 他决定去找斐然 要个说法 小满一路跟着小江 想阻止他 结果却撞见了 斐然正蹲在哭泣的 珍惜旁边 珍惜放在地上的手机 赫然写着 他的父亲 于今晚八点抢救无效 去世了 画面里是珍惜一家三口 幸福的全家福 但对珍惜而言 他的家 却完全不像全家福里 那样美满 爸妈都不爱搭理他 幸福的家庭 肯定不像珍惜的家 父母经常吵架 互相指责 而珍惜被管家 捂住哭泣的眼睛 带进房里 班上 同学们总是因为 他家里有钱 但没人管 阴阳怪气他 在这种环境中 珍惜学会了 坚强和伪装自己 他保持笑容 从父母的争吵旁走过 他希望有一天 自己不会在位 不在意自己的人而伤心 回忆里 他坐在母亲的葬礼外 听着父亲 在旁边谈笑风声 当父亲注意到他时 他讽刺了他的女儿 让他以后别出现在自己眼前 接着 一脚把女儿踢在地上 这样的人 如今的珍惜 抹掉眼泪说 我不止一次地想 如果他可以永远消失就好了 珍惜之前 就是因为这个才难过的嘛 众人想到 现在 我如愿以偿了 珍惜说 这么可恶的人 永远也不能原谅他 对吧 斐然 斐然伸出手 小满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 你刚才的眼泪告诉我 你已经放下了 斐然摸着珍惜的头说 才没有呢 我只是 珍惜下意识地否定道 接着 他再次流下眼泪 我没有 我怎么会为这种人伤心 珍惜哭喊道 我哭是因为我终于解脱了 我早就觉悟 只有自己了 斐然安慰道 无论是憎恨的 还是为他们哭泣的你 这些都是你 珍惜 你比自己想象的 要心软得多 珍惜抬头看着他 今天晚上的事 我不会告诉别人 斐然坐在了他旁边 作为交换 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小满悲伤又专心地注视着他们 斐然抬起头 看着漫天的烦心 其实 不能正视本心的人 不是只有你 我比你 更不能面对自己 星空下 他仿佛看到了 不存在的 真正的斐然 他哥哥的背影 在想象中 哥哥回望他 兄弟俩相顾无言 什么意思 珍惜问 与其说我是一个替代品 不如说我是一个复制品 斐然淡淡地说 格式化原本的自己 然后复制别人的一切 甚至是人生 星空下 原本的斐然 就好像站在那里 听他诉说 我不知道自己开心的时候 是他开心 还是我开心 我也不知道 大家喜爱的斐然 到底是哪一个 更不知道 斐然想象中的哥哥 突然幻化成了微笑的小满 对一个人特别的关注和在意 究竟是源于他 还是源于自己 他想要靠近 但因害怕这种情绪 不属于自己 又忍不住逃离 哪种心情属于哥哥的 哪种心情属于自己 斐然捂着自己的脑袋 感觉自己快崩溃了 珍惜想要安慰他 小满想走出去 说些什么 但最终没有 天快亮时 斐然和珍惜才回来 小满想到几小时前 以珍惜有斐然在 不用担心为理由 劝大家离开的自己 他觉得自己十分虚伪 明明是不敢面对 斐然和珍惜变得清静 斐然是背着珍惜回来的 他把珍惜放在垫子上 帮他盖好被子 这时 他发现小满蒙着头睡觉 他帮小满把被子扯下来 看着两个人的睡颜 他松了口气 他用手贴上珍惜的额头 检查他是否发烧 要提前帮他准备好 退烧药预防 斐然想 当他离开后 小满睁开了眼睛 第二天 当小满在包里编认退烧药时 他听见外面的人说 斐然坐在他们的帐篷外 守了一晚上 斐然还帮珍惜烧热水 晾衣服 小满赶尽找了个理由 去找他们 当他看见他们 相处融洽的画面时 心里又是一阵刺痛 我来吧 小满 斐然接过他的药 你去吃饭吧 小满站在原地 感觉被挡在了他们之外 珍惜给了小满一碗汤 小满想把他留给斐然 但珍惜却告诉他 斐然不喜欢姜的味道 这碗汤他不会要的 他说起斐然挑食时的笑容 他们互相打趣的话语 让小满一下沮丧起来 这时 小姜用被子碰了碰小满的脸 小满昨天晚上也吹了风 为了预防 小姜也给他送药来了 众人谈到今天的事物 要有人分担珍惜的任务 珍惜依然想和大家一起行动 但众人更希望他好好休息 小满主动提出照顾珍惜 小满你真没眼色 这有你什么事啊 会长笑着说 他起哄道 要留也是斐然留啊 斐然立马已分摊两个人的任务 过于辛苦拒绝了 这算什么 我们有超级无敌的小满啊 会长不顾众人的意愿 懒着小满离开了 一路上 众人不停地找小满帮忙 小满为假扮性别而后悔 本以为扮成男孩子 能离斐然更近 他想到昨晚 斐然和珍惜的亲密无间 顶着兄弟名义的自己 其实根本不了解他 一直离他很远 小满握紧了肩上的扁担 突然觉得十分委屈 原来自己这么娇气的吗 这时 小姜来到了他旁边 小满 放下吧 他说 这些交给我 一会我来扛 小姜 小满恍惚地说 这些放在这里 我待会再来办 你先休息 小姜把小满的担子放在一边 小满立马拒绝了 但小姜握住了他的手 小满抬起头 你是不是忘记了 小姜说 你也是女孩子 这是一句对小满来说 很陌生的话 小姜没管小满 尚未出口地反驳 继续说 你总习惯当所有人的支柱 他摸着小满的头 算了 你来照顾大家 我来照顾你 这时 斐然跑了过来 他也是过来帮小满的忙的 但看到小姜和小满 如此亲密的举动 他停下了脚步 小满 斐然说 小满转过来看他 你的腿怎么了 斐然说 让我看看 然而小满后退一步 我没事的 斐然 小满抓住小姜的衣服 谢谢你小姜 一直以来都麻烦你了 斐然顿觉将在原地 他放下手 那你休息一下 剩下的任务 我帮你做 然而小满拒绝了 他被过身去 这一次见到斐然出现 他的难过大于开心 他不受控制地 说出自己不想说的话 珍惜现在还在营地生病 他更需要你 斐然有一种 怅然若失的感觉 背对着斐然的小满 也努力抑制自己的眼泪 小姜懂了 他把桶丢给 还在争取的斐然 女孩子在陌生的环境面前 总会缺少安全感的 他把小满推走了 珍惜一定在等你 小满这里有我 斐然独自坐在营地的帐篷外 第一次被小满 如此抗拒地对待 他的心情很低落 其实都是我的错 他想 但紧接着 他就让自己振作起来 马上要转凉了 得在小满回来之前 把东西准备好 当他打开他的盒子时 他却发现 他在滴水 他的包和床单 也湿漉漉的 珍惜从后面冒出来 不好意思地说 他本想以收拾内务 答谢他之前的照顾 但全搞砸了 我真是没用 珍惜沮丧地说 斐然再次用手 贴上了珍惜的额头 还有点滴烧 你怎么能沾凉水呢 他说 而珍惜解释道 他不想成为一个麻烦 斐然感谢了他的计划 但也指出 这一点也不像他 珍惜愣愣地抬起头 斐然柔软地笑了 你要自信一点 说起来 我还真有点饿了 你之前煮粥了吗 珍惜立马去给他盛了 斐然果然和其他人不一样 珍惜想 当他准备把粥端给斐然时 小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碗粥是给我的吗 小满问 珍惜反应了一下 说你也累了一天了 来吃点吧 珍惜生着病 还为他准备粥 小满瞬间对珍惜转变了看法 珍惜 小满认真地说 抓住珍惜的手 以后我来保护你 珍惜 非常疑惑 众人更是 导演发现这一幕 非常兴奋 但情况和他们想的却不一样 小满非常贤惠地 准备着蔬菜汤 而斐然和小江 在争着帮小满 他们都想要第一时间吃到小满的汤 然而 小满却把第一碗汤给了珍惜 你生病 还不忘给我准备粥 煮汤算什么 小满一脸笑容 珍惜人这么好 他想 我一定要加倍呵护他 都是举手之劳 珍惜说 心里想的却是 我的粥明明是要给斐然喝的 导演在疑惑 说好的多角恋 超级修罗场情 情敌对决呢 一个都没有 小满上的厅堂下德厨房 会长感叹道 简直是标准新时代女友 会长你在想什么 小满害羞地回头 把会长推到一边去了 小满 你脸上弄脏了 斐然直指小满的脸 想帮小满擦掉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小满瞬间不好意思 等等 你手上还全是面粉 斐然制止他 我的眼睛 小满突然说 面粉揉进眼睛里了 都说别乱动 斐然扶住小满的肩 我看看 他们的亲密 落在了珍惜眼里 斐然很少对人这么亲近 但是对小满却一直 他想到 绝不能让斐然知道 小满是女生 斐然 还是我来吧 珍惜说 你把眼药水拿过来吧 珍惜挡在斐然和小满之间 没什么大问题 小满身为男子汉 先忍一忍 珍惜捧着小满的脸 别怕 珍惜说 斐然这么细心 肯定不会出错 他还帮我的药箱上 贴标签分类了 听到这个 小满低下头来 斐然真的很好 滴了眼药水好多了 小满说 他回头 正想对珍惜和斐然道歉 却看见他们待在一起 他们看起来真的很般配 小满悄然流下眼泪 真奇怪 导演说 小满在对珍惜的表白中 战尽先机 他的情敌们 甚至和他哥俩好 可是为什么 人生赢家小满同学 又是落泪 又是叹气呢 胜利者却带着落败者的颓废 导演想 小满这波 操作看我看不懂啊 莫非 是故作姿势 想引起美人联系 导游想到一个可能 装X遭雷劈啊 像小满这个男人 突然 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导演慌张地说 雷别劈我啊 装X的是像小满 要变天了 斐然说 很快下起雨来 制作组整体搬迁去新营地 小满把珍希带到一个屋檐下 总是麻烦你来照顾 珍希说 被你喜欢 一定很安心 小满慌张了起来 斐然带来了最后一件雨衣 珍希 你穿上吧 会长在一边说 斐然偏心 珍希在一旁说 斐然你总是记挂我 我没那么脆弱的 没事 病人优先 斐然说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小满的脸怎么这么红 我没有 小满无力地辩解道 再说 小满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珍希说 斐然也可以帮你留意 小满下一秒就找借口跑走了 她听到珍希的话 又难过了 她在斐然心里是兄弟 身为女孩子的珍希 才是斐然应该会心动的对象 这时 斐然抓住了小满 给她披上了雨衣 你肩膀还有伤 驳回灵雨帮忙的权利 斐然说 你和珍希都待在这里 剩下交给我们 小满呆呆地看着斐然 珍希看着她俩 雨太大了 会长让小满赶紧脱了外套去车里 说着就要伸手去拉 斐然一手抵住了会长 干你的活 别动手动脚 会长因此不满地抱怨起来 真奇怪 不就是脱个衣服 斐然紧张什么 会长说 反正都是男孩子 总比感冒好 珍希我们先进车里待着吧 果然 珍希想 只有特别的人 才会亲自给予特别待遇 夜晚 小满想 斐然还在首夜 白天淋了雨 一直没休息 不然我去替她吧 这时 她听到珍希起身的声音 不行 小满想你不能再 但小满 还是没能抵挡住诱惑 她掀开一点帘子 珍希正走到斐然身边 你果然趁首夜 帮大家烤衣服 珍希说 我睡不着 就想起来帮帮你 珍希刚想接过这件衣服 斐然把这件衣服 移到旁边一点 不用了 你帮我烤其他人的吧 这件衣服格外小 难道是小满的吗 珍希问 斐然叹口气 那家伙饭量那么大 没想到那么新瘦 对啊 身材这么娇小 珍希说 简直像的女孩子 斐然提醒她 小满不喜欢别人 说自己像女生 珍希感到一阵刺痛 斐然一直这么心思细腻 在意别人的心情 还帮大家善后守夜 真是温柔 珍希说 只是举手之劳 斐然说 没办法 谁让会长是个 只会给人添麻烦的家伙 一边偷听墙角的会长 差点没忍住蹦出来 我倒是挺感谢会长的 珍希转头说 没有她 我们也不会有 真正认识彼此的机会 在帐篷后的小满 抱紧了自己 我本来也不是陌生人嘛 在学生会也经常聊天 那时跟你汇报工作 才不叫你聊天 珍希说 斐然笑道 在这里这么多天回去工作 肯定堆满了 小满发现 斐然提起学生会时 虽然嘴上嫌弃 但还是很开心 之前说自己顶着面具 所交付的 却都是真感情 斐然一世 哑口无言 你焦躁和挣扎 是因为你 越来越在意这些人 在意他们承认的 那个斐然 不是真正的你 斐然的眼前 好像看到了小满的身影 不愧是珍希 斐然说 居然这么了解我 我和斐然不一样 我一点也不想面对 珍视自己并不容易 斐然安慰她 这么多年 我也没能做到 但就像你说的 此刻的斐然十分温柔 总会有让你在意的人出现 然后给你正视自己的勇气 风经过她的身边 斐然我觉得 这个人出现了 珍希说 我讨厌看她受伤 讨厌她看别人 讨厌更靠近她的人 此刻的斐然 又想到了小满 只想 她永远看着自己 斐然有些脸红 我更讨厌 珍希鼓起勇气说 再逃避下去 会失去她的可能 斐然陷入了沉思 帐篷里的小满 更加靠近他们 我在意的这个人 珍希接近斐然 小满帐篷里 抗拒着眼前的一切 珍希亲吻 斐然的额头 就是你 珍希认真的说 斐然 我喜欢你 喜欢这个真正的温柔的你 斐然一把推开珍希 突然有个人影 从他们旁边跑过 谁 斐然问 转头就看到 跌倒在地的会长 恭喜 在会长后的小江 说完就跑了 珍希回头对斐然说 我是真心的 我们互相了解 也知道彼此 这时 斐然也凑近珍希 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斐然说 我喜欢像小满 桌上摆的是 斐氏兄弟俩的合照 到底哪一个 才是真正的我呢 斐然想 这些年一直挣扎一边逃避 从来没有得到答案 镜中的男孩 正在练习哥哥的微笑 房间旁边 是他落败的奖杯 那时候遇到的珍希 斐然回忆着 多想当年茫然无助的我 但至少 他希望有人能支持他 不会像自己一样孤立无援 是珍希让他知道 他也有真实的感情 学生会的大家 仿佛出现在他眼前 他也有真实的温度 让他能清晰地认识到 那个能让他鼓起勇气 面对现实的人 到底是谁 想象中的小满 正站在一片花海中 晚上 斐然回到了家 斐然问起爸爸的去向 看表情 似是决心已定 他鼓起勇气 推开了父亲的门 父亲回头 看向他 你想重新学武 父亲吸掉了香烟 斐然 当年你自己做的决定 输了 就不要总想地讨价还价 斐然说出了提前编好的理由 哦 竟然能让你这么紧张 父亲说 到底是他太强 还是你太弱 他的成绩远不及我 只有武力可以炫耀 斐然回忆到 我会在他擅长的领域赢过他 你准备放弃学业 父亲问 要知道 你是斐然 然而这一次 他想做真正的自己 请给我两个月的时间 我会证明一切 斐然都能做到最好 那我拭目以待 父亲说 不知不觉 节目拍摄已经结束一个月了 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 小满看着手机中 偷拍的斐然的照片 但也许维持现状才是最好的 小满打开门 看到斐然站在门前 你怎么突然来了 小满问 我是来报名武馆的 斐然说 可是 你都这么大了 筋骨都硬了 小满的话扎向斐然 所以 愿意收下我吗 小满老师 斐然握住小满的手 我是认真的 斐然离得太近 小满又无法思考了 将师兄及时出现 挡在他们之间 谁说 你有资格进武馆了 那要怎么样 才算有资格 斐然问 通过我的考验 小江说 更衣室中 武馆的人看斐然不像练武的 准备给他个下马威 但小满把斐然叫了出去 给了他一套新衣服 接过衣服时 斐然的手在发抖 怎么了 斐然问 眼睛睁这么大看着我 待会你也要这么认真 看我比赛哦 下一秒 斐然就去准备了 小满吃惊地想 斐然这么紧张 我要给他做个赛前 心理疏导吗 他不想让斐然 因为太紧张 而输掉比赛 所以 一下踹开了 男更衣室的门 他捧住斐然的脸 撞向斐然的头 你是男子汉 就别瞻前顾后 有种就在道场 拼尽全力 他们俩之间的 气氛一时 有些暧昧 啊 对不起 小满道歉说 小满都这么说了 我怎么能承认 自己没中 斐然无奈地说 小江进来 拎走了小满 你放狠话的对象 应该是我 他说 斐然穿好了道服 对小江说 那不如我们来打个赌 斐然穿道服帅气的身影 俘获了道场女生的欢心 小江和斐然之间的气氛 很紧张 小弟们在一边起哄 女生因为斐然帅气的脸 在一边维护他 来这么久还不懂规矩 像什么样子 小满一下震住了他们 从你们穿上武道服 站在道场那一刻起 小满掷地有声 你们只是舞者 没有第二种身份 然而小满也觉得 斐然穿道服的样子 非常帅 他一下泛起花痴来 小江在一边跟小满打听 斐然是否学过武术 斐然的准备动作很专业 没有基础是做不来的 小满这才发现 他对斐然几乎一无所知 但如果他曾经学过 是否也代表他能通过呢 小满心想 只有基础和专业 是远远不够的 小江说 我们今年的名额已招满 除非他能证明 他的实力配得上破格路用 道场里一片寂静 有学员自告奋勇 想替大师兄来跟斐然比 被小江拦下了 大力 交给你了 小江说 大力的实力 仅在满哥和大师兄之下 这下有好戏看了 小满思考了一会儿 问小江 原来你是这么打算的吗 对 你别担心 交给我 小江说 试一下他的实力 他嘱咐大力 别伤到他 武馆的学员很担心 大力实力太强 会伤到斐然 小满解释道 小江选 大力是想让他和斐然打指导赛 比赛对抗时 如果双方实力相近 一般都会拼全力 一不小心就可能受伤 只有实力超群的大力 才能有余力 在获胜的同时观察斐然 还能保护他 明白了 二姐说 所以小江之前 不让出击班的小黑上场 是觉得 斐然和小黑的实力是接近的 对 斐然看起来并不是纯小白 斐然和大力 互相鞠躬 比赛开始 大力想让斐然先手 斐然犹豫了一下 说 我就不客气了 他们交手了 步子好快 斐然不断地招架着大力的攻击 想 不对 是我自己变慢了 块头这么大 却这么灵活 真是个怪物 一边小满和小江 也分析着两人的比赛 他之前果然学过武 小满说 但一味地退让 可赢不了在有限场地 称王的大力 小江说 斐然擦过边界线 女生们紧张起来 糟糕 斐然想 这几年荒废训练 导致反应迟钝 动作跟不上 难道我就只能止步于此了吗 大力提起她的衣服 结束了 小满想 斐然作为新人 能躲过大力 连续两次出击很优秀了 但这种水平 想挑战我的话 小江话没说完 斐然就露出笑容 抱歉 接下来 你可要小心了 只见斐然抓住大力的手 一个步子 让她下盘不稳 猛然发力 把她翻了过去 大力就这么摔在了墙上 道场里的人都难以置信 李道没控制住 这些年的放弃 实在是生疏了 斐然想 抱歉兄弟 斐然说 我原本只想用缠织把你放倒 她伸出手 没想到你动作又快 身体又沉 实在没有把握缠住你 只好临时改摔了 斐然温暖地笑 你没受伤吧 大力一把握住了她的手 你很强 我服气 斐然暗想 相比以前还是退步了 不过 这种久违的熟悉感觉 她露出清爽的笑容 真的很好 小满看着斐然的笑容 觉得和之前 认识的斐然 有些不一样 但还是脸红了 我现在有资格向你挑战了吗 江淮海 斐然问道 大姐夫准备万全 想给小满大姐一个惊喜 但当她信心满满 把电话打过去时 大姐却说 我现在没空打岔 王剑王的局面啊 大姐夫的电话 就这样被挂断了 姐姐们正在问小满支持谁 小满也对比赛结果十分紧张 江淮海 请多指教 斐然抱拳说 如果你执意要与我比试 小江说 我也没把握 完全不伤到你 没比完 还不一定谁伤谁 斐然说着就出手了 她的攻击被小江化解 下一秒 斐然就被摔在地上 小江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再来 斐然说 无管里 斐然被摔在地上的声音 接连不断地响起 第二天 斐然带着满是伤痕的脸来上学了 斐然 你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 真西问 这个呀 斐然干大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也许 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 真的样子 就是被揍得鼻青脸肿 小江说 斐然 你的伤好了吗 我特意给你带了药 小满凑近她 打开背包袋 里面满是各种织外伤的药 斐然吐槽说 小满 你不要老觉得 我弱不惊风 斐然 你应该没忘记你的赌约吧 小江说 弱不惊风的男子 输了也别想赖账 什么赌约 小满问 斐然低下头 极不情愿地说 大师兄 早 嗯 小江说 拉着小满飞快跑了 小满和珍珍西 都是一脸问号 在道场里 师兄给斐然 布置了地狱般的体力训练 斐然趴在地上 大师兄坐在她的身上 这就不行了 太菜了吧 起来 男人不能随便说自己不行 并没有说过 趴在地上的斐然想 学员们发现 大师兄好像只是喜欢 把斐然摁在地上虐的感觉 新的赌局开盘了 赌斐然能在大师兄手下撑多久 起码一星期 我们小满姐姐 可是很喜欢她的呀 这么说的学员被小满一手摁住了 此时的小满 宛如地狱羞辱 我赌你们再不长记性乱教 后果不会太好 突然有人说 斐然已经来练习了 叫小满去看 小满瞬间变脸 她发觉 从今天开始 就已经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为了不让她发现自己性别后翻脸 小满一定要在她面前 展现最优雅和完美的一页 先刷足好感度 这时 道场的声音 吸引了小满的注意力 斐然又一次被小江摔在地上 刚才偷袭的时机很好 可惜世界上 没有那么多下课上的童话 小江松开手 乖乖待在下面 好好练习 斐然叹了口气 要不要来个新赌约 大师兄 斐然拉着大师兄的领子 逼近他 最多两个月 我一定会把把你掀下去 哦 大师兄冷漠地说 我等着 小满看到这一幕 非常震惊 看到小江压在斐然身上 小满裂开了 为了不给斐然在小满面前诉苦的机会 小江想支开小满 斐然也不想在小满面前丢脸 他们的用词 让小满捏碎了门 小满的脑中 想象出了许多大师兄 与斐然的同人漫画 你们 小满说 能不能先下来说话 小江迅速离开了斐然 看斐然这么不服输 小江决定给斐然一个机会 每年一度的北区会战 下个月开始海选 能夺得魁首的人 就是武管大师兄 好 我应战 斐然说 约定好了 胜者为上 在小满眼里 这俨然成了暧昧至极的举动 他撕碎了他脑海中的画面 我反对 小满大声说 道馆里 斐然依然在努力训练 小江帮小满擦干头发 关于斐然的请战 你还是反对吗 小满 小满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北区会战 不是正规类台赛 胜者尊为北区老大 败者死伤自负 小满抬头看小江 这么危险的事 不适合斐然 小江站起身 笑着说 好 在我这里 你说了算 参赛表交到了小满手上 斐然的努力训练 让小满想给他一个机会 但他又怕斐然 看到他横扫汉子的样子 对他生不出喜欢的情感 离他而去 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但斐然真的很想要这个机会 对斐然而言 这次机会能助他证明 他找回了当初的自己 不是这样 他就无法真正站到小满面前 斐然 小满找他 小满 斐然回头问 我来帮你特训吧 小满说 如果你能让我满意 我就给你机会 小满希望斐然 能做他想做的事 即使斐然无法接受 另一面的他 他也不会后悔 但小满果然高估了自己 小满 你先起来 斐然碰上小满的胳膊 他就一抖 小满紧张起来 他想反悔了 我这年轻人的眼rait